今天我带大家到咱们的山东转上一转 听说在俺们山东的一个小山村里 发生了一件怪事 那就是一条河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漩涡 而且卷起的浪花极大 根本没有消停的意思 而在当地呢 也有句俗语 叫做河沟的旋 坟头的火 看见快躲 惹上试祸 可这事呢 偏偏就引过去了几个小娃娃 仗着人都不动 他们对着那个漩涡 又是丢砖头 又是打弹弓 可却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时候 就有小孩害怕了 因为他的奶奶曾告诉他 在那漩涡下面 有一些邪乎的东西 万万不能靠近 可一旁的白毛小子 却很不屑 他名叫金哲 外号小巅 直接就扒了衣服往河里跳 他游到漩涡正中 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这下 小伙伴们可都急了 他们左等右等 都不见小巅出来 还以为他已经遭遇不测 可就在这时 那出现了不知道 多少天的漩涡突然消失了 而小巅呢 则从水里捞上来了 一个两头都封着的罐子 难道说里面会是一些 白色的粉末吗 几个小孩 按捺不住好奇之心 伸着脑袋仔细看着 而小巅也是足够的巅 他直接摆出了 司马光先生的骑手势 给那罐子当场开了瓢 而那罐子里面 只有一颗枣红色的石头 且质地其硬 光泽如玉 几个小孩 以为捡到了宝贝 纷纷想要抢过来 看个真切 小巅难敌六手 一把就将那石头 塞进了嘴里 得 这一搞 让几个小伙伴 有意的小船 说饭就饭 且 真小姐 我们再也不跟你玩了 于是 他们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可小巅却不以为意 而是兴冲冲地 跑回了村子 可刚到村头 一直玩得很熟悉的大黄 忽然汪了个汪的 朝着他好个不停 这下可不得了 原本含在嘴里的石头 被他孤独一下 咽进了肚子里 气急败坏的小巅 也不客气 直接赏了大黄 一个实质的脑瓜崩 可一到家门口 小巅才发现院子里 居然来了客人 而他爷爷还示意尽声 让他赶快关上门 原来 是爷爷在被村里的二胖 踢出梦虫 只见爷爷拿着一颗红枣 在二胖的额头上滚那滚 不消片刻 那颗红枣就变成了紫黑之色 老爷子知道 现在实际一道 他一针扎在红枣之上 然后顺势上调 直接就从中拉出了一条 黏糊糊的粉色之物 看着三人煞有介事的表情 二胖的奶奶很是纳闷 因为他根本没看到 那红枣上有什么东西 老爷子对此解释为 年纪大了 老眼昏化 随后 老爷子将那些粉色异物 用烛火焚烧干净 这梦虫就代表踢出干净了 老爷子还嘱咐他们 回家后要煮点喝夜水来喝 随后便无奈地送客了 因为这二胖的奶奶推不讲究 可是什么报酬都没领 不过老爷子对此 好像早就习以为偿了 送走二人之后 小巅自然是忙不迭地 向爷爷献出了宝贝 一听说这罐子 居然是漩涡里的东西 老爷子登时不但丢 他先是例行地将小巅训了一个 然后便开始端向手中的这件奇物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 这个罐子并非凡物 而是传闻中用来封印邪碎的灵贯 他一看罐子底部 上面赫然写着那封胡丹 起封折死 我的老天爷 这里面封着的 竟是狐妖的那单了 老爷子匆忙将罐子翻过去查看 顿时就发现了一个 触目惊心的大口子 而且看那断面 显然还是最近才砸开的 老爷子大呼不妙 赶忙询问小巅 这事究竟是不是他干的 再听到自己的孙子 居然将罐中之物吞进了肚子里 老爷子惊得冷汗都冒了下来 他赶忙让小巅撩开衣服 只见孙子胸口的那片斑痕 已经变成了巴掌大小 老爷子顿时惊得瘫坐在了椅子上 如果所料不错 应该是小巅体内那只小姑瓜 已经在吞噬胡丹的力量 而那胡丹之主 恐怕不日就会找上门来 老爷子赶忙询问小巅 那颗胡丹究竟是何颜色 因为据他所知 兽丹可根据颜色辨别雄子 想来选者为雄 赤者为子 小巅如今吞下的这颗红色妖丹 想来就是一只母妖精的了 想到这里 他当即给小巅下了禁足令 不仅不准出村 而且遇见任何陌生女人 都得远远躲开 果然不出所料 平静的几天过后 村头就驶来了一辆收山货的三蹦子 而那车上还坐着一位 美丽的补运 这几天 千万不要和陌生女人说话 这是颠三爷给孙子 嘱咐了很多遍的事情 因为自己的孙子 打破了一个风铃罐 还将里面的红色石头 吞进了肚子 而根据罐子底部的 转体文字来看 那石头分明就是一颗胡丹 而且还是一只母妖之物 可是小巅这家伙 哪里会这么老实呢 才过了两天 他就闲得发慌 然后他就约上了几个小伙伴 到村头的河边吊 可不巧的是 没过一会儿 石桥上就驶来了一辆三蹦子 而那三蹦子上 正好就坐着一位陌生的红铜姑娘 小巅顿时就慌了 一听对方不仅当面向他们问路 还点了名的要去自己家里 他直接吓得标了一句活翠 然后就撒鸭子开溜了 这一处也给问路的两人 整得有些莫名其妙 小巅逃命一般回到了家 一开门就朝着爷爷大喊不妙 因为爷爷预料的没错 还真的有母狐狸 找上门来了 老爷子一听这事 居然是孙子 在村口的亲眼所见 灯石器就不打一处来 说了好多遍的 让你别到外面也 还非不听 这下好了 让那妖精瞧见你了吧 不过好在小巅并未出事 已经实属万幸 老爷子让他赶快去屋子里 将那只点了哭脸的纸人 给搬出来 果然没一会儿 门口就传来了 三公子的声音 在一名热心村民的带领下 那个女子已然来到了 颠三爷的家门口 听着外面的敲门声 颠三爷皱着眉头 低声喊了句 进来吧 于是奇怪的一幕便发生了 那女子看着眼前 爷孙俩严振以待的架势 直接就正在了当场 更甚人的是 几步之外 还有一个哭丧着脸的纸扎人偶 老爷子也不客气 因为郑主已经到来 自然是不能牵连到无辜之人 再得知那个三蹦子大叔 只是到村里来收山货的 而这女人 也只是他顺路烧过来的后 颠三爷便没好气地 将他赶走了 待此地再无旁人之后 老爷子则直勾勾地 盯着面前女子 让他帮忙 关上院门 女子听了不明所有 心到这老头子 真是古怪的很 不过 他还是一言照做了 可还不等他做自我介绍 颠三爷直接不客气地 打断了他的话 老爷子随便编了个理由 让那女子把面前的 哭脸纸人捎带过来 这事哥谁都知道 纸人什么的 大多都是丧葬用品 让一个外人随意触碰 真的好吗 女子皱着眉头 瞅瞅再三 还是一言将那纸人抱了起来 当然 他顺便还吐槽了一下 纸人的长相 可当他询问老爷子 该把纸人放在哪里时 老爷子却定为发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然而 三人就这么对视片刻后 老爷子忽然扭过头 他让小巅去泡个茶 准备迎客 有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会有 狐妖内丹这种东西出现 一想到孙娃娃 还把那颗内丹 给吞到了肚子里 编三也是急得团团转 但这个过世 终究还是没有躲过去 因为仅仅就在三天后 就有一个红桐姑娘 找上了门来 好在爷孙俩这几天 也没闲着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一个哭脸纸人用于防备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个纸人竟然不起丝毫作用 因为那姑娘拿在手里 竟跟个没事人一样 老爷子见状 不知道怎么想的 转头就安排小滇期茶 准备迎客 不过小滇显然还是警惕的很 哪怕是到茶之时 都有些提心吊胆 这模样惹得姑娘娇笑一笑 好奇地询问她 当初为何在桥头 见她就跑 其料 小滇这嘴巴也是推不低的 直接说她长得前郎后煞 讲究得很 那姑娘甚至还没听明白 老爷子就气急败坏地 踹了她一脚 这下子 这姑娘就算是不懂 也大概明白了那话中之意 在随后的闲聊中 老爷子得知了 这个姑娘名叫李珠 是一位祖籍福建的美籍华人 她来到小山村的墓地 就是想从滇三爷口中 了解一下老掌勾的情况 一听到老掌勾这三个字 老爷子突然正襟危坐 露出了一副回忆之色 因为老掌勾这个叫法 是他们老一辈的人才知道的 说着 她直接亮出了大脚丫子 在面前的地上轻轻一踩 顿时 一个清晰的脚掌面 就出现了 她说 此地之所以叫老掌勾 就是因为一片山间的平原和村落 再加上后面的五个湖泊 所形成的轮廓 正好就像一副大脚丫子 所以才因此得名 李姑娘一听大会有趣 随后就从背包里 掏出了一副地图 瞧那样子 正是老掌勾的地形图 只不过 那地图之上 却只有四个湖泊 老爷子见状也不瞒着 笑着说 还有一个常人难以见到的湖泊 名叫渊湖 那是一方奇异之境 只有有缘之人才能看见 老爷子还补充说 自己活了这么大岁数 也都只是听闻 从未得见 可那姑娘听了 却神秘一笑 说她的地图上 可是明确地标明了 第五个湖 说着 她展开了下方被折叠的部分 顿时就露出了那神秘的第五湖 老爷子当时一愣 顿时就察觉到了其中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图恐怕画的 就不是老掌勾了 李姑娘调皮地笑了一声 然后又展开了地图上方的折叠部分 好家伙 竟是一些奇怪的文字 李珠神秘一笑 说这幅图画的不是老掌勾 而是龙掌勾 之所以四指在前一指在后 就因为其是五爪金龙的爪恨 那么此地现在叫做老掌勾 只可能是被人故意讹床而来 殿三爷一听 面色灯时就不对了 他直言 女子是在胡说八道 也对地图的出处产生了质疑 可面前的李珠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讲出了这幅图的来历 他说这个地图 是他从日本的一个档案馆里发现了 而且这幅图的下方也标明了制图时间 昭和十三年 那一年也就是咱们的1938 老爷子一听 苍老的手上顿时青金爆炸 他也没想到 这些小鬼子居然在那一年 就画出了此地的地形图 想到这里 他面色不善地询问李珠 究竟异于何为 见气氛已经轰托到这里了 李珠自然不再藏着掖着 说他怀疑这个地图是个藏宝之图 说着 他指了指地图上的一个三八纹样照 老爷子文言 一脸一色地接过地图 仔细端向起来 他隐隐觉得 这个标志他之前似乎见到过 这时 一旁的小巅猛然间想了起来 这个图案 似乎就是顺子家那棵树上的 一只怪虫身上的花纹 此言一出 李珠顿时好奇了起来 他也没想到 这三八纹居然和虫子有关 原来不久前 村里有个叫顺子的小孩 一到半夜就开始梦游 而且每次梦游 都是围着那棵大树打转 颠三爷赶过去后 才发现那棵大树上 居然出现了一个白色大箭 而那大箭里面 就有一只带着这个图案的胖虫子 当时 老爷子也没瞧出其中的名道 便用火将虫子烧掉了 在那之后 顺子的夜游症也跟着好了 不过据他所知 这三八纹 是过去人们跑船时 用来保平安的文样 怎么如今会和邪碎 沾上了关系呢 李珠健壮 道出了自己的建文 因为他调查过一些史料 得知这个文路 曾被日本学了去 说是保佑什么五蕴昌龙 但也被一些人拿去后 制成了阴阳符咒 做尽坏事 听了这话 老爷子才终于明白过来 只是他还是没想通 这小鬼子的邪门歪道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村子里 而李珠的目的 显然不是讲讲故事这么简单 他一把抽走地图 往桌上一拍 他说这个地方 既然早在解放前 就被日本人给盯上了 大家伙难道就不想去 一探究竟吗 或不是这位姑娘姓李 我还真以为是杨参谋 走进了漫画中 一样的美籍华人 一样的喜欢寻宝探秘 再加上偏远山村的离奇事件 这鬼吹灯的味 一下子就窜上来了 只是 他手中这张小鬼子 所画的地图 却让颠三爷犯了难 那等神秘之地 岂是无关之人 能随意涉足的 这丫头还想一次探宝 门都没有 于是颠三爷思虑再三 将那张地图 框片到了手里 然后二话没说 就往嘴里一塞 生怕留下点什么线索 这可把李珠姑娘看待了 他也没想到 这个老头居然这么生吗 罢了罢了 盛情难却 他只能笑嘻嘻地 从包里掏出了 一摞一模一样的地图 然后颇为玩味地展示着 这下 颠三爷可就郁闷坏了 不过 这李姑娘也是个明白人 既然颠三爷不愿意指点黎金 那自己就只能另寻他人了 随后 他便收拾行装 准备离开 不得不说 李珠这一招 欲擒故纵 可是耍得漂亮 颠三爷迫于无奈 只得将此事 答应了下来 欣喜至极的李珠 自然是忙不迭地 询问出发时间 可颠三爷却老脸一沉 说要等到三天后 等一个无语的月圆之夜 因为想要一颗冤湖之密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 这李珠 也是他不得不留下来的 因为老爷子已经看出来 这姑娘无意中 已经卷入了小巅的胡丹仪式 严禁于此 老爷子也不多说 让小巅去给李珠收拾个房间 而那李珠的性格 也着实是古灵精怪 给小巅都闹得红了脸 不知不觉 一到半夜 静悄悄的院子里 忽然响起了一阵阵水声 被惊醒的小巅悄悄起身查看 正好就看到 窗外的压水井 居然一直在往外冒水 好奇之下 他只身来到了院子里四下张望 然后便看到了极其诡异的一幕 那压水井不仅自己在动 而且那水缸之中 还泡着一个熟悉的面部 这一幕 当时就把小巅吓了个猴跳 忍不住标出了一句粗口 好在这张脸 是他白天才见到过的 也就没再当回事 小巅不解的询问李珠 为何大半夜的 要往人水缸流钻呢 起料 那李珠居然露出一丝魅惑之色 说这夏夜太过门热 故而需要冲个凉 随后 他甚至还邀请小巅到水缸之中 和他共认 小巅一听哪敢答应 自然是浑身不自在的连连拒绝 见状 那李珠也不抢求 反倒是让小巅帮他压水 提到压水 小巅顿时就想起了不对劲的地方 他赶忙询问李珠 那压水井为何会无人自动 李珠娇笑了一声 说是自己的身体在一旁压水 你难道看不到吗 小巅当时就蒙了 他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压水井 再看向缸里的李珠 那是一丁点都不带心 可他话音刚落 那压水井突然就停住了 在短暂的寂静之后 那嘴灯的李珠忽然间窜了出来 而那脑袋下方 竟然是空荡荡的一片虚无 还不带小巅反应过来 就觉得一个冰凉滑腻的身体 忽然从背后贴了上来 然后一招捅进了自己的心窝 而那妖女的脑袋 则在小巅面前不停地咆哮着 要他将那颗腰单还给他 可就在这时 那脑袋忽然面色大变 也为他发现 怀中抱着的小巅 砰的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指人 接着就能以雷火之力汹涌而出 他躲也躲不开 甩也甩不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躯体 在雷火之下焚烧殆尽 此时 点三爷从房顶上站了起来 说他等待此刻已经很久了 得知自己上当的狐妖 自然是恨得咬牙切齿 如今自己身体被毁 恐怕是不好讨论 可凑巧的是 院内的动静惊醒了房中的李珠 他开门一看 顿时就发现了那个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怪物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颗头颅诡异一笑 直接就朝他扑了过去 顿时 李珠如同遭到雷击一般 站在原地颤抖不止 骗个之后 他眼中迷茫进去 露出了一副得逞的怪笑 然而 老爷子等的也是这个机会 见到狐妖彻底控制了李珠的躯体 一张金服忽然就出现了 只听哼的一声 那李珠的身体同样化为了一个指人 然后就在门火 闻烧之下变为了虚无 这下 那狐妖的本体和脑袋都被焚烧干净 想来那狐丹仪式也算了结了 直到此时 李珠才小心翼翼地从房顶探出身来 原来 在得知自己被卷入了狐丹仪式后 他便遵照老爷子的计划 上演了一番应对狐妖的连环劲 只不过 这种鬼奇事件也着实让他大开眼界 在他看来 这个故事若是让走进科学来看 恐怕没个几时即是下不来的 其实 老爷子能预测到今晚会发生变故 也是在遇到李珠之后才觉察到的 他原本以为 既然是知母狐狸 应该就会变成一名女子找上门来 可没想到 这狐妖狡猾之急 竟然变成了收山货的操汉子 先来探路 还好自己没有大意 得知了来龙去脉的李珠 自然是崇拜的五体投地 他开心的在房顶上又是欢呼 又是蹦跳 直接就把村里的大黄小妃们给全部吵醒了 自从昨天晚上 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水缸飞头怪事后 颠三爷是千叮宁万嘱咐 让小颠和李珠二人莫要生长 除了智怪奇鬼 一说是大伙颇为忌讳的东西之外 小颠勿吞胡丹 惹来狐妖报复一事也是如此 若被外人所知 恐怕少不了一些闲言碎语 好在李珠姑娘知晓轻重 对此也是颇爽快的答应了 不知不觉 便已到了三天后 也就是农历的六月十五 颠三爷望着一片大好的晴天 便知道今晚会是个明晃晃的月圆之夜 换句话来说 今晚就是见证冤胡秘密的最佳时间 于是在黄昏之后 老爷子便带着他们出发了 不知道走了多久 反正天色是渐渐黑了 这让向来活泼又胆肥的李珠 有些担心 今天老爷子让他好吃就多吃点 言外之意 是不是准备要送他上路呢 好在老爷子面色如常 抬手指了指前方 说是再过几分钟就到了 于是当他们拐过了一座小山坡后 一个硕大的湖泊便映入眼帘 就连李珠都忍不住感叹 此地的景色之美 只是他却并未看到 老爷子所说的那个湖中玄机 颠三爷文言神秘一笑 说他们所站的方位不对 今日是鬼卯年未月 故而需要再往前走上六十步 然后站在昆卫远到湖面 便可一归玄机 李珠文言赶忙跟了上去 赫然就发现面前 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 当然湖还是那片湖 山也还是那左山 只是水中之月 却变成了三个 李珠又惊又喜 他没想到 此行居然还能看到如此奇怪 老爷子也是望着湖中之月 讲出了一个传说 据说那湖里三个月影 所围着的区域 连接着一处异境 而那异境之中 会有精灵在其中吸收日月精华 只不过 这些并不是大伙的肉眼繁胎 所能看到 李珠听了嘖嘖称奇 还掏出了手机 准备将这玄奇一幕记录下来 可是任凭他怎么更换角度 都只能拍到一个月影 最终也就只能兴兴放弃 他忍不住有点怀疑 这些难道是光线折射 所产生的海市渗楼吗 老爷子摇了摇头 说自己只是一个 山沟沟里的老汉而已 并不懂那些科学上的说说道 可是李珠却突然语出惊人 询问三爷 此景是否就是 风水滩于雪里面的大荒李珠呢 老爷子送来一惊 面色顿时就有些不自然 但他很快就转过了头 说并不知道 他在胡说些什么 有时间在这瞎猜 倒不如趁着机会 多看两眼这难得一见的稀罕事 可就在此时 老爷子却忽然瞳孔一缩 因为他竟然发现 胡面上多出了一个黑色怪影 李珠见状也匆忙顺着视线看去 却是一无所获 老爷子有些不自在的解释说 是因为夜深天凉 打了个哆嗦而已 随后他便招呼二人准备离开 毕竟 意向这种东西 凡人可不能看得太久 看久了必然是要折授的 不过离行前 他忽然有些惆怅的感慨了一句 说有些东西看不见的话 心里反而会更加大事 李珠有些似懂非懂 但也只得跟着老爷子 远路返回 只是 听着老爷子的话中之意 难道他真的看到了 一些奇怪的东西吗 李珠忍不住再次回望 那片幽深的湖面 却仍旧只能看到 随波荡漾的一片月影 神秘的渊湖 竟在月圆之夜 同时映出了三个月亮照片 这种玄奇景象 惊得这位华裔少女连连赞叹 他更是在心中固定 此乎的秘密恐怕 远非如此 不过 自从这姑娘提到了什么寻宝之后 老爷子就对他有些不大代价了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 颠三爷就开始委婉地准备送客 起料 李珠不仅毫无离去之意 反而将自己的真实目的讲了出来 他将自己的所见 结合风水勘于进行了对照 发现了这老掌勾 正好就对应了一个福音后世的风水布局 因此 他认为这里定然是有一座大墓 甚至他还邀请边三爷加入 来合伙干票打的 这话一出 爷孙俩的脸色登时就沉了下去 见二人一言不发 李珠加大了筹码 说那事后的所有收成 均可以让老爷子先掐个价 至于其他通货 到时候再一起商量处置之法 老爷子听不下去 当场斩钉截铁地说 此地并无大墓 且即便是有 他也不可能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李珠闻言轻笑一声 感叹老爷子觉悟真高 随后他换了个说法 那就是不谈收拾 只讲过程 并且事后发现的一切 可以全部上交给国家 可老爷子对此事压根里都不理 直接劝他 莫要再动这些歪心思 否则他不介意立马将此事报关 说完 老爷子再次下了主客令 见状 李珠也不再想起 表示他会定下明日返程的车票 只是今天作为他留在这个山村的最后一天 再领略一遍此地的风光 应该是不过分的了 老爷子听了颇为无奈 指的叮嘱小巅盯紧的 一旦发现这姑娘有轻举妄动 可直接去告诉村长 一路上 李珠各种大呼小叫 让小巅的耳朵都听出了茧子 见惯了家乡美景的他 不明白这些山野之景 对这个外国人来说有啥好稀奇的 路上小巅碰到了几个朋友 他们杂杂呼呼的说 小巅居然偷偷找了个老婆 看着小巅急红了脸的模样 李珠忍不住嘻嘻哈哈的笑口 随后他望着眼前连连的山脉 忽然感叹了一句 说那山里面透出一股王气 小巅听得不明所以 以为他分明只能闻到一股 农家肥料的气味 试探无果的李珠并不气馁 转口开始称赞起巅三爷的本事来 小巅一听 那股自豪劲直接就上来了 他还说不仅是爷爷厉害 自己也差不到脑筋 毕竟他可是一直跟在爷爷身边帮忙来着 这话灯时豆的李珠娇笑了一声 难道这所谓的帮忙就是昨晚那种 那是必须的 打鬼捉腰这事他还真的没少干 小巅想都没想就肯定的 李珠一听 好奇心顿时就被勾了起来 他匆忙询问 这些事里面有没有牧师题材 其料一听到牧这个字 小巅当时就露出一副嫌弃之色 还连连警告他 莫要在洞外脑筋 李珠无奈 指得打出了苦情牌 说他有两个热衷考古的朋友 他们三个曾经定下赌约 想要比拼一下在两年之内 看谁找到的不在路的大幕 最有真材实料 这话一出 小巅的脸上就只差写上笔两个字了 你这故事编的跟谁没看过鬼巴拉一样 李珠见状并未气馁 反而说他们只是考古探险 任何发现都是要上交给国家的 甚至他还说只要小巅帮他找到线索 他可以亲自过来 将表扬信送到小巅的学校里 可没想到小巅的声音忽然一沉 说自己早就没去上学了 李珠听了顿时一正 他略显关心的询问 难道你的爸妈都没有管你吗 其料小巅说自己根本就没有爸妈 是爷爷将自己一手拉扯他的 而且他也听村里人说 自己是靠喝羊奶长大的 所以小时候的哭声跟个羊膏子一样 只不过一说到这些 他就想起了村里的那些乱嚼蛇根的老奶的 这些人成天说他坏话 说他从小没喝过人奶 长大了会变成一个胃不熟的狼崽子 小巅越说越气 直接就打定了主意 到时候一定要先去嘴巴最欠的小顺奶奶的家里 然后将他的那只鸡给抓去烤了吃 虽然这些话中句句透露着孩子气 可李珠却显有的没在嬉笑 反而是静静的听完了 随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直接一把抱住小巅的脑袋 然后按在了自己的怀里 温热的触感 灯时吓得小巅一个机灵 他赶忙推开李珠露出一脸问号 起料李珠捂着嘴坏笑着说 自己可以给你奶吃 然后你不就有娘了吗 这一下就整得挺突然的 小巅愣了片刻 忽然觉得这句话似乎也没啥毛病 于是说干就干 他直接就伸手去掀李珠的衣服 准备扔下这个娘亲 这下可就轮到李珠造不住了 他赶忙辩解 说那只是一句玩笑话 不过看小巅这难闷的模样 显然是一副涉事未深的样子 看到这儿李珠的调皮劲又上来了 他悄悄附身到小巅耳旁 说了一个秘密 直到此时 小巅才明白 想要喝奶 还得等到李珠生娃娃的时候 再一看李珠那平坦的小妇 他就知道这个坏女人 给他画了一张超级大的饼 一脸不乐意的小巅 当即就气鼓鼓地跑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 门口便驶来了一辆出租车 离行前 李珠颇为诚挚地 向爷孙俩连连道歉 随后还送了小巅一部手机 当然了李珠还调皮地嘱咐小巅 莫要用这个手机 去打什么君主能耀 见爷爷没有吱声 小巅自然是欣喜不已地接了过去 他可知道 这手机在村里可是个稀罕物 于是原本在他心中 是个坏女人的李珠 摇身一变 就成了一位挺实在的好姐姐 自从送走了那位闹腾的杨妞 爷孙俩总算是回归到了 往常的平静生活 可好景不长 仅仅不到两天 村子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而且还事关冤壶 这天爷孙俩正在院子里扎着纸人 可一位陌生的汉子 不然门都不敲就闯了进来 一看那汉子后面还跟着村长 老爷子顿时知道 来的事情恐怕不小 只听那个汉子连口气都不带喘的 说有个丫头掉进冤壶里捞不起来 一听到冤壶两个字 老爷子登时就愣住了 冤壶怎么可能会出事呢 事态紧急 爷孙俩也顾过的那么多了 他们急匆匆地就上了门口的三蹦子 在路上 村长一边长驱短叹 一边将知道的情况告诉了颠三爷 他说那丫头到现在一直都捞不上来 估摸着这落水时间 恐怕已经有几十分钟 老爷子一听 心里咯噔了一下 捞不上来 怎么会有捞不上来这说法 村长虽然急得满头大汗 但又有些说不明 他只知道那落水的丫头 像是被绳子缠住了一样 用两个人去拉都纹丝不动 可实际上 那湖里连根长一点的水草都没有 怎么可能有绳子嘛 颠三爷的眉毛顿时就拧不下 他赶忙询问村长 那落水的丫头是养着的 还是趴着的 村长文言猛然一惊 也为他想起来 那丫头在水里面 似乎一直是头朝下倒着的 老爷子一听 当时就麻了 他想起了一个民间传说 天灵盖 指黄泉 如此一看 多半是遭遇了鬼恩头 想到这儿 老爷子赶忙催那汉子 让他给足马力再开怪典 可实际上 那三蹦子的油门 早就加到最大的 紧赶慢赶 几人终于赶到了渊湖边 此时 岸边已经赶来了 几位帮忙的村里 他们一看 颠三爷到来 纷纷让开领标的 随后 便有一位小伙子撑着船 给他们送到了湖中央 湖外上 众人望着那条小船 不停祈祷 因为现在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 颠三爷的身上了 然而 当小船慢慢靠近湖中心时 平静的湖面上 忽然起了一层宝物 怀上几人顿时诧异万分 根本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可颠三爷却瞧出了其中古怪 他赶忙吩咐大家留在船上 而且千万不要碰水 随后 他就孤身意的跳入了湖中 一下水 老爷子就觉得这水有些不对劲 但他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直接就往深处游去 不多时 他就看到了那小丫头的身影 和村长所说的一样 那丫头果然是以脑袋朝下的姿势 竖着悬在湖里 颠三爷没有多想 在站稳身形后 他便伸手抓了过去 可就在他碰到一脚的叉弹 那丫头身手 忽然就起了变 根湖惊现 小孩落水 而且还是头朝下 悬在湖中 两个年轻人 哪怕是拼尽全力脱举 也愣是纹丝不动 觉察到事情不对劲的他们 只得托人去村里 请来了颠三爷 可是自从颠三爷 跳入湖中至今 已经有好几分钟了 看不到动静的村长 顿时急了 他害怕这个邪乎的事 把老爷子也给搭进去 可一旁的小丫 却并不担心 也为他深知爷爷的水性 这点时间对老爷子来说 还并不算长 然而小丫话音刚落 划船的小伙子 就发现了动静 只见一侧的湖面上 忽然咕咕嘟嘟的 冒上来一堆白色的东西 他们定睛一看 才发现那些东西 竟然是一堆冰茶子 不对劲呢 这六月的大热天 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呢 这让船上几人 无不感觉到心惊胆寒 就连向来胆大的小巅 都看得冒出了冷汗 而此刻 在水里的老爷子 面色也渐渐沉了下去 因为他发现 自己不仅拖不动 这落水的小女娃 甚至还惹出来了 一堆奇怪的冰茶子 这也使得老爷子心中 生出了一丝怒意 他咬牙 直接就从腰间 掏出了一根香魔术 然后 他游到那丫头正下方的湖底 开始刻画阵纹 刻画完成后 老爷子直接就狠狠一出 定在了阵纹的正中心 刹那间 那原本围成了一个 漩涡的碎兵突然散了 而那一只头朝下 倒选在湖中的小丫头 也缓缓地飘了起来 老爷子见状了 赶忙伸手将它拖住 然后奋力地向着湖面游去 见到湖面游了动静 村长大喜过望 匆忙招呼大伙 将船划过去接应 而老爷子 刚把那落水的娃娃递上去 就忙不迭地 招呼小滇准备动手 可是此刻 他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根本就说不出 一句完整的话来 没办法 老爷子指得 连续深呼了几口气 才总算把话说了个明白 原来 他是要小滇 赶快激发体内的 那只孤瓜 让他在附近搜索一下 是否存在游魂 小滇一听顿时会议 当即就半扎着马步 将胸口那只孤瓜的力量 分散到了手上 而村长也没闲着 他焦急地拍着丫头的后背 希望能看到一次生机 可就在这时 小滇忽然大汗淋漓地收了手 说在这附近 根本感应不到魂的存在 老爷子一听 顿时长叹一声低下了头 他们默默将环滑回了岸边 死一般的寂静 似乎已经向岸上期待的众人 提前宣告了结果 事后 老爷子忍不住仰头打呼 他在哭这个小丫头 为何小小年纪就要遭死不清 他在哭自己 明明前天就发现了冤狐的异常 为何没有提早防备 他也在哭这苍生 世事无常 何故如此 说到那个小姑娘 头朝下落水罹难的事情 极诡异程度 让人忍不住连连扎舌 在事发当天 其实是个不错的好天气 而昨日下了一天的雨 想来今天在森林里 应该可以踩到不少小蘑菇 所以 小梅便带着家里的阿黄 一同出了门 可是一上午过去了 篮子里的蘑菇数量 仍旧是寥寥无几 这自然是让小梅一脸的不开心 阿黄虽然不能说话 但也能看懂小主人情绪的滴落 所以 他就望了几声 表示安慰 然而 当小梅路过冤湖 准备回家之时 忽然就发现了水面的异常 因为他看见 湖面上正有一个黑影 在静静地望着他们 一看竟是一条不小的年鱼 小梅顿时开心了情 他施意阿黄 默要再叫 然后便捏手捏脚地来到了湖边 见到小主人要下水 阿黄顿时交际地呜呜直叫 但看着近在咫尺 还一动不动的大鲤鱼 小梅直接就当做了没听见 然而 随着小梅一步步踏入湖中 他却发现 自己和那条鱼的距离 始终未变 自己往前一步 那鲤鱼就后退一步 并且还一走一停 似乎是在故意挑衅 可小梅哪里还管那么多 他直接举着篮子一个大跳 朝着鲤鱼迎头盖去 可是 暗下的竹篮并没有任何动静 小梅顿时就知道自己普攻了 然而 当他抓起竹篮查看时 一股距离地往他从脚下伸出 这让小梅一个劣迹 直接就栽入了湖中 见到小主人遇到了危险 阿黄顿时就急了起来 他一边嚎叫着 一边往小梅那里游了过去 可当他帮你炮起小主人 就发现一条黑影忽然闪过 瞬间就拖着小梅往湖心拽去 阿黄顿时就急得团团转 可他又不能潜水 也根本游不过那条鱼 他只得匆匆地将小梅的鞋子 叼在口中 然后朝着村里跑去 路上 他看到了正在干活的两个村民 当即就跑到跟前 呜呜呜地嚎叫起来 两个村民一眼就认出来 这是小梅家的阿黄 再一看阿黄嘴里叼着的鞋子 他们顿时觉得大事不妙 于是 两人赶忙跟着阿黄 向渊湖方向跑了过去 一到湖边 两人就发现 湖面上 只有一个半沉的竹来 觉得事情大着 他们想都没想 就直接下了水 他们一直游到了湖中心 才发现小梅模糊的身影 可是 小梅倒悬在湖里的样子 却让他们莫名遗憾 甚至越是接近小梅 他们就越发觉得 这水温低的有些不正常 但就人要心 两人没想那么多 直接就游了过去 他们一前一后 拖住小梅肩膀 就准备往上去 然而 任凭两人搞足了力气 那小梅愣是纹丝不动 就好像是有一条绳子 在湖底下拽着一半 眼看自己 也要憋不住气了 两人指的先行游回了湖面 真巧的是 阿黄的叫声 也引来了路过的村长 两个小伙子见状 当即就呼喊起来 他们让村长 赶快去请滇三爷 因为沉入湖中的小梅 他们根本拉不动 于是 这边有了先前村长 登门求援的那一位 仙缘小山村 突发小孩坠湖事件 而且还是头朝下悬在湖中 若不是滇三爷亲自下水 恐怕还没人 能将这个小孩给捞出来 但可惜的是 即便是滇三爷出了手 也仍旧是无力回天 老爷子一怒之下 直接就带着家伙事 留在了这里 他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邪罪 敢如此猖狂 入夜后 渊湖上就起了一层宝物 老爷子和小滇 静静地坐在小船上 一言不发地等候着 船尾倒挂着一个灯盏 那是个扰鞋柱 扰鞋柱里装着的 无根水正一滴一滴地 点在湖面上 而那无根之水 所生成的涟漪 在一开始 仿佛只是一丝波纹 可越到后来 力道越大 等那波纹扩散到岸边时 已经变成了 海岸巨岸 而且还不止如此 那滴水之声 也是越传越下 若是有人在村子 还未熟睡 定然会听到 那射人心魄的轰鸣之音 然而就在片刻之后 突然又万来举击 仿佛先前的那些 轨迹场面 都不曾发生过 爷孙俩的精神顿时一阵 他们知道 那害人的郑主 已经来了 果不其然 就在船头极尺之外 有一个巨大的背棋 露出了水面 老爷子丝毫不拒 当即怒吓起来 怎么 你这个孽章 终于是遭守不住了吗 只见那黑影 缓缓地浮出水面 露出了一副 极其猙獰的面骨 爷孙俩定睛一看 那黑影赫然就是一条 长了六只眼睛的怪鱼 而且那怪鱼的额头上 也有一个 他们不久前 才见过的三八文 可还不待 颠三爷想明白其中观点 那怪鱼忽然一个转身 就钻入了湖中 老爷子匆忙提醒小颠 让他赶快稳住身子 果然 老爷子话音刚落 那条怪鱼就从湖里一窜而出 朝着二人直扑而来 老爷子当即马步一扎 双手合十 打喝一句 敌血绿碎杖 对时 一道金色刚风轰然而出 迎头就扫在了那怪鱼的脑袋上 只是瞬间 就将那怪鱼的气势 给锁在了半空 而那穿过金光扑过来的 只剩到三斤多重的小鲶鱼 老爷子健壮 直接一脚跺了上去 接着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掏出降魔杵 将那鲶鱼死死地 定在了船板之上 回后 颠三爷对着半空 双拳一握 那团先前被束缚起来的金光 灯石就碎成了鸡粉 健壮 老爷子赶忙吩咐小颠 让他催动体内的小姑瓜 将那些四散的残灵 被全部吞掉 小颠自然是没有丝毫犹豫 他直接胳膊一伸 大喊一声 翻来 顿时 那些残灵应声而动 会成了一道金色流光 被吸入了小颠的掌心 事后 小颠好奇地询问爷爷 这狐狸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老爷子 闻言看了看脚下 说得是的 正是这条鲶鱼 说吧 颠三爷有些失神地望着前方 叹息不已 人们都说 这冤狐最是仁义 多少年来 更是连个家畜都不曾淹死过 可没想到在今天 居然被这一条作恶的鲶鱼 坏了瓶声 可惜现在 他却没办法知道 其中究竟是出了什么变故 一想到自己 六月十五那晚 陪着那个外国姑娘 夜游冤狐室 所见到的黑影 老爷子心中就有些后悔 当时 他以为那黑影是传闻中的精灵 在吸收月华 是向善之物 可没想到 这东西 最终居然会造像 如此杀孽 所以 老爷子认为 定是这冤狐出了问题 才会导致此等变故 只是 想要弄个明白的话 就只能等到 下一次的月圆之夜了 正在这时 那被钉在船板上的鲶鱼 忽然飘散出一些光点 小癫见状 顿时好奇地询问起来 老爷子闻言 眼中隐有悲意 说这正是那落水的小丫头 被居住的魂 看着缓缓飘向天空的光点 老爷子默默地送起来 往生摇 据说那天晚上 整个渊湖都无人敢进 当然 这自然是不包括 再次驱邪的爷孙俩 和那只在湖畔迎着雾骑 彻夜哀鸣的阿皇 黑猫竟然口吐人言 还跳在了棺材板上 斥责子孙不孝 这种怪事 在颠三爷听来 也是稀奇得很 当然 这并不是老爷子 第一次听说 而是这几天发生的怪事 属实是推多了些 本来呢 在这天夜里 老爷子只是在村外的 小土坡上准备忘记 他想看一下 这山里究竟是出了什么岔子 能闹出来 黏于骇人一事 这可就让被迫 跟来的小滇 遭了老大的罪 毕竟 他可是光胳膊露腿的 引来了不少蚊子 可没想到的是 老爷子才刚起个头 兜里的老年鸡 忽然就响了 颠三爷自然是一脸的不情愿 哪有大半夜打电话的 可一听对方是隔壁村的李承 而且还是因为 他们正在给老爹守孝才打来的 老爷子眼睛顿时一亮 莫非是要来生意了吗 起料 电话那头的李承 居然紧张兮兮地 告诉了颠三爷一件怪事 说他家里今晚忽然来了只黑猫 不仅赶不走 还特么跳在他老爹的棺材上 学着说话 如果他听得没错的话 那黑猫说的就是不笑两个字 老爷子一听也是起了怪了 随后他就坐上对方派来的神车 赶到了隔壁村 一见颠三爷到来 正在守校的李承连连道歉 毕竟大晚上的扰人轻梦 着实不该 可奈何自家出了这档子的怪事呢 颠三爷自然是没有介意 不过他却一眼瞧出了这面前的院子 不太对见 他并没有想那么多 而是转头问李承 那古怪的黑猫究竟在哪 李承闻言 赶忙将老爷子请进了灵堂 一进门 他们就听见一声 猫和动物独有的威胁之音 老爷子定睛一看 顿时就发现 一只黑猫正炸着毛弓 这身子紧屁地盯着他 不过 在见到新来的两个人 没啥动作后 那黑猫转头就蹲了下去 开始哈尸哈吃地蓄力起来 李承一看 顿时就知道 这猫又准备开始好了 果然没过一会儿 那黑猫就在老爷子的注视下 举着前掌 开始在棺材法上 边挑边好 完全就是一副 没几包小鱼干 根本下不来的架势 而且听那嚎叫的声音 还真的像是在说 那不笑两个字 而那李承健壮 也是痛心疾首 说他爹是打了个喷嚏 不小心导致血管破裂才走的 按理说 88岁也算是个全兽了 可为啥老爹 还非要逮着他 骂个没完呢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这些年 好像也没亏待过老人家了 无奈之下 父子俩赶忙跪了下去 连连磕头 希望老人家可以放过他 万一这事传了出去 影响了孙子后面的人生大事 然而颠三爷却越听越觉得 这位不大对 因为他觉得 这猫说的不是不笑 而是不烧 父子俩闻言顿时正逐了 再看看那黑猫 也突然在同事安静了下 他哈吃哈吃的喘着粗气 似乎对这个白毛老头的准确翻译 不为认可 可是这不烧二字 究竟是啥意思呢 对此老爷子解释说 这是他爹不想进场的意思 当然了 这个场是指火葬场 还不但父子俩反应过来 那黑猫忽然尝出一口气 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李城 瞧那气呼呼的模样 似乎真的是在等他儿子 给个说法 奸远山村忽然发生了一件怪事 说是有只黑猫中了邪 还滚在人家的棺材板上骂人 这事一出 直接就把正在守校的父子俩给吓坏了 无奈之下 他们只得连夜请来了隔壁村的颠三爷 可是颠三爷一进门 就听出来这黑猫的口音有些奇怪 虽然那声音听起来 的确和不孝两个字的发音很像 但实际上 那黑猫说的确实不少 听到老爷子翻译得颇为准确 那黑猫当时就安静了下来 然后直接目不转睛地瞪着父子俩 大有一副要个说法的样子 这一出顿时就把李城愁坏了 要知道 现在可是早就不兴土葬了呀 哪怕是偷偷摸摸地埋了 一旦被官家知道 还不是得重新给刨出来 得 老爹附体的黑猫顿时就不乐意了 马上就又举着前找 开始嚎了起来 这一声 把老爷子都险些听巧了 因为这回 这黑猫还真的就是说的不孝二字 李城文言一愣 对他来说 这黑猫前后的叫声根本就没有区别 颠三爷见状赶忙打住 说他再不说正事 他爹可就真的生气了 果然 老爷子的话音刚落 那黑猫瞬间就拱起了身子 就连声音都高亢了几分 仿佛在说 喵了个咪的 你这儿子当真不孝 李城一看 差点就急哭了 他赶忙劝老爹先冷静一下 然后就悄悄的问起颠三爷 他老爹真有这么大本事 竟能附身到这黑猫之上 可任凭这声音再小 那黑猫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他当时一伸腿 就准备起身接着吧 可刚刚折腾了那么久 着实是有些废猫 所以 他也只得喘着粗气 懒得再理会这不孝的儿孙俩了 老爷子也仔细打量了下眼前的这只猫 发现他通体乌黑显然正是过去说的那种玄猫 而玄猫本身就有通灵的天性 再瞧一下他那不小的个头 恐怕活了五六年了吧 那可是更加容易成为灵俏了 而这猫呢 前爪五指 后爪四指 且单数为阴 双数为阳 故而可以同时分他阴阳两界 尤其是这种通体乌黑的玄猫 回想着先前所见 那黑猫双爪高举 应该就是在赌阴入阳 想来那里成的老爹 就是这么进去的 听完了老爷子的解释 里成也是越发的忧愁 可就在这时 那黑猫显然是晃过了劲 又一次在棺材板上唱跳起来 天三也很是无奈 要是他爹真的一直这么折腾下去 这猫多半就活不长了 到时候 他爹的魂就只能从这黑猫的天灵盖里飘出来 一旦到了那时 他爹恐怕就会入了畜生道 来世就无法投胎为人了 这话一出 里成父子当时就下滩了 他们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希望老爹可别再折腾这只可怜的猫了 不如赶快去走了流程 早些投胎 可没想到的是 那黑猫虽然听在耳中 却仍旧是一副不依不牢的样子 最后里成实在没招 只得选择抱一下滇三爷的大腿 希望老人家能帮个忙 而滇三爷也知道赎金如中 当即就向那黑猫做了个礼 然后一脸严肃的说 你要是一直这样待在猫的身上 那来接银的鬼差就找不到你 最后也就只能沦为孤魂野鬼 这话一出 似乎也把那黑猫吓了一跳 他当时就呛了一下 停止了嚎叫 老爷子见状继续劝说 说人死如灯灭 舍去的只是一副取笑 且无论是土葬还是火葬 都不会有损因德 更不会祸及子孙 为何还要执着于此呢 不得不说 这一袭话如醍醐灌顶 直接把那黑猫听愣了 可滇三爷显然还没说完 而是搬出了一个更大的家伙 说万一你误了阴丝点卯的时辰 成了孤魂野鬼 那阴差自然会到他李家 去找一名阳寿未尽的子孙来抵阴吉 这才是真正的祸及子孙 当然了 也不知道这事究竟是不是编的 反正是把跪在地上的父子俩吓坏了 于是他们磕起头来更加卖力了 更是哭爷爷告奶奶的 恳求老爹赶快去阴丝办理入户手续 千万莫要误了时辰 这下那黑猫也不但顶了 他死死的盯着颠三爷 似乎在确认这事的真假 可颠三爷仍旧是一脸严肃的样子 让他有些摸不清底细 于是片刻之后 那黑猫忽然趴下了身子 开始呕吐起来 这一幕顿时就把李成看待了 难道老爹这是又出了新的状况吗 可颠三爷却劝他只需等待 莫要慌张 只见那黑猫呕吐之后一抬头 忽然就被眼前一幕吓了一跳 一看竟有四双眼睛在死死的盯着的 那黑猫忍不住好奇地瞄了一声 不明所以的他当即撒腿便逃 生怕被眼前这些奇怪的家伙给抓了去 这一下可直接就把李成看蒙了 他哭喊着哀求老爹 求他给句话 别一声不吭就跑 毕竟做人好歹也该有点担当不是吗 可那黑猫是头也不回的一溜烟 窜上了屋顶 然后消失在了夜色中 好在颠三爷看不下去 进行了及时解释 才止住了父子俩准备追去的脚步 老爷子说你老爹的魂并未离去 而是仍旧待在这灵堂之中 话音刚落 就见灵堂内忽然阴风骤起 而那两根蜡烛也在同时变了颜色 不对劲呢 这动静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好兆头啊 民间有个传言 说是黑猫通灵 切莫让其靠近死者灵堂 否则必会引起事变 可今天发生的事却是奇了怪 因为那黑猫跳在棺材上后 那深固的李老头并未失变 反而是那黑猫被他覆了体 若不是他儿子李成连夜请来了颠三爷 这黑猫还真有可能被他给活活折腾死 只是现在那黑猫跑掉之后 李成父子可就急坏了 好在颠三爷及时解释 说牢里头的魂魄还留在这灵堂之中 只是由于这心魂脚下无根 所以牢里头此时正满屋子乱窜 想找个落脚地呢 说着颠三爷示意李成 看看灵堂里那被搅得乱七八糟的香烛气 随后颠三爷也没再多说 而是有些无奈地掏出了降魔柱 直接钉在了棺木之上 此举并无特意 只是让李老头有个攀附之物好吻下身形 果不其然 颠三爷话音刚落 那灵堂那便安静了下来 这是何苦呢 土葬和火葬对于死者而言 都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如此折腾一番 早就错过了阴差引路的时辰 罢了 看来还是得亲自出手送他一程了 俗话说出魂走风 再魂走水 三魂就地化夜鬼 瞧这李老头现今的模样 也只能考虑去走一下水路了 事不宜迟 颠三爷当即吩咐李承父子 去准备一些烧纸笔梦 随后 他便根据牢里头的生辰八字 绘制了一张简易的黄符 并将拇指的血液抹在了黄符症中 势必 老爷子忽然盯着一旁的李承问了一句话 那就是他是不是牢里头的亲儿子 这话一出 直接就给李承整萌了 若是哥在平时有人这样说 他肯定当场就炸毛了 可如今经颠三爷这么一提 他反而有些不确定下来 毕竟爹娘都已过世 自己可完全没地找人确认 无奈之下 他只得战战兢兢地说 是 是的吧 颠三爷也没想那么多 转头就把拇指上的血液 抿在了李承的掌心 随后便开始折起了手中的黄符 虽然他已经有些时日 没有碰过这东西了 但骨子里的记忆还是极为深刻 不多时 一个巴掌大的纸传 便给他折了出来 老爷子看得颇为满意 然后便抓了一些香灰洒子其中 虽说这些香灰对活人无用 但在阴丝却是架势不菲的盘战 颠三爷将纸传递给李承 然后对着面前的空气 让那牢里头赶快跟上 自己的八字纸传 准备上路 颠三爷话音一落 那纸传里的香灰 就忽然荡起了一层烟圈 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在了上面 众人惊奇之语 便在颠三爷的敦促下 立马动身 一起前往了村子附近的小河边 夜深微凉 好在并无大风 一行人小心翼翼地护着纸船 来到了河边 只是当那纸船被放在水面后 竟在原地打起了转阵 颠三爷无奈一笑 劝牢里头 莫在留恋 只需一路向西米流上 过了不远处的桥洞 就可以了 颠三爷话音一落 那物资旋转的纸船 忽然就停了下来 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逆流上 向着不远处的石桥 缓缓飘近 老爷子目不转睛地 盯着前方 略有感慨 他说这河里的每个桥洞 都算是通往阴丝的接门 只要牢里头的船 过了眼前的桥洞 他自然会知道 后面的路该怎么走了 随后 众人就这么静静地等站 直至纸船消失在了事件之中 颠三爷瞧了瞧天上的月亮 估摸着已经过了一带烟的工作 于是 他便让李承看一下掌心 去确认下先前画的血印 是否还在 李承闻言摊开了手掌 顿时惊奇地发现 那掌心的印子 竟不是在何时消失的干干净净 颠三爷见状点了点头 也为这种阶段 代表着李承的老爹 已经安然抵达 一奇怪事不常有 最近几天特别多 这位少年 只是在骑车时栽了个跟头 整个人就变得不精神起来 你说他不发烧也不咳嗽 偏偏就是嚷嚷着头疼 还浑身没劲 这让他的妈妈误以为 这小子是准备逃课而在装病 于是 他便拎着儿子找到了颠三爷 希望老人家能帮个忙 瞅上两眼 颠三爷听了这事 也是觉得稀奇的紧 也为在他的印象中 小改这孩子身体壮得 跟个小牛犊子一样 怎么会打不起精神呢 只是现在 从外面来看 是瞧不出什么毛病的 没办法 颠三爷便尝试着 给小改拔了个脉 这一把可不得了 也为他发现 这孩子的魂魄居然缺了一块 这话一出 小改直接被吓得机灵了起来 在老爷子的询问下 他赶忙将昨天的遭遇 讲了出来 原来他昨天骑车从镇上回来 在经过村子里的石桥时 我知咱的 突然感觉脚脖子一僵 然后就拐在地上 说着 他直接抬起了脚丫子 往颠三爷面前一出 老爷子看了一眼 也瞧不出个所以然 没办法 他便吩咐小颠 去把他的药酒葫芦给拿过来 随后 老爷子往嘴里猛灌一口 接着直接喷在了小改的脚踝处 刹那间 苏马冰凉的感觉猛蹭而来 让小改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老爷子赶忙指出 他想去挠一挠的动作 让其等待片刻 果不其然 在几席过后 小改的脚踝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乌黑的小手印 这一现象 可把小改妈妈吓了一大跳 儿子撞了鞋 该不会是惹上了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 话音一落 就连小改 都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小命来 老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说小改的魂魄 只是缺了一小块而已 准确地说 只是被掐走了一个魂坚 如果能找回来 那自然是万事大计 如果找不回来 也无需担心 因为就凭着小改 这壮士的身板 不出半个月 就能重新涨回来 只是这代价嘛 就是需要消耗 那么一丢丢的手缘 小改一听 当场就瞪大了眼睛 什么 这东西转化出来 还要消耗手缘 那岂不是代表着 自己要少活一段时间的 不行不行 这买卖太不划算 他的脑袋摇得像个波浪鼓 一脸的愤懑难平 可就在这时 边三爷的电话 也突然响了起来 一听消息 老爷子灯是愣住了 也为打来电话的 正是昨夜请他过去的礼仇 据里程所说 他掌心的那片血脂液 再一次出现了 而这种情况 要么是牢里头的魂魄 被阴丝拒收给推了出来 要么就是被某种诡异的力量 从阳间给声声拽了回来 点三爷顿觉不妙 赶忙询问小改 他摔跤出事的 究竟是哪一座石桥 小改不明所以 下意识地回答了出来 老爷子一听 大呼要遭 也为小改说的石桥 正是他们昨晚 为牢里头送行的那座 当孔石桥 这下 点三爷可就坐不住了 他赶忙嘱咐小改 先回家待着 并且在这两天不要外出 然后便吩咐小滇 去找一个马灯 准备干活 小滇顿时那了倍 为啥放着 好好的手电筒不用 要去找那老掉牙的马灯呢 对此 老爷子解释为 只有自然界的真火 才能找出本邪 至于手电筒什么的 屁有没有 阴间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就是走夜路过桥之时 千万莫要在桥上停留 也更不要在桥上往下看 否则 必将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然而就在今天 漆黑的夜路上 却不时闪烁着明灭的灯火 原来 是一对赶夜路的爷孙俩 起因是这个老爷子 嚷嚷着肚子 非要孙子半夜起来 将其领到姑姑家里 吃顿饺子 这古怪的要求 自然是惹得孙子 一路上嘟囔不停 如果看过先前剧情的人 必然知道 这爷孙俩 正是下三里尊 颇有名望的 颠三爷和向来胆肥的小颠 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刻 他们两个再演一出戏 毕竟 停着十几年的演戏经验 爷孙俩配合的 可谓是得心应手 此时 颠三爷演的是一位盲人老汉 而小颠 则仍旧是本色出演 当起了孙子 可走着走着 小颠忽然停住了脚步 老爷子顿时戏经上身 斥责小颠又在使性子 而实际上 在他们前面的小路中间 正蹲坐着一个古怪的小孩 那小孩看起来八九岁的样子 背对他们低着头 一言不发 小颠只得撞着胆子询问 谁家的小孩 蹲这里干嘛 那小孩闻声猛一回头 露出了两个暗红色的瞳孔 可小颠岂是被吓大的 见小孩不回话 他还凑到跟前提高嗓门 又问了一遍 起料 那小孩的嘴巴 像是被焊死了一样 愣是半个字也不说 这让小颠也没了辙 无奈之下 他指的循循善诱 问小孩是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来 要不要我们送你一趟之来 听到这话 那小孩终于有了反应 他小心翼翼的抓住竹竿 拉着老爷子就向前走去 在经过一个三叉路口时 小孩一转身 带着小颠他们拐向了另一个方向 于是不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了那座熟悉的石桥上 见状 小颠顿时装作一幅很惊奇的样子 说他没想到这里也有座小 若是加上遇到小孩前路过的那座 那今晚就算是过了两座桥了 说着他还大声提醒爷爷 说他们现在正走在桥上 小颠话音一落 那小孩忽然就发现了竹竿 他拽不动 回头一看才发现 老爷子居然停了下来 然后晃晃悠悠的掏出了酒壶 他说乡里人有个不成文的归籍 那就是在半夜行桥之时 得祭奠一下附近的鬼神 说完 他便在小颠好奇的目光下 将酒水洒在了桥板之上 随后老爷子还特地提醒小颠 夜半过桥市 莫要往两边的桥下看 可老爷子不说还好 一说反倒是坏了事 直接小颠一边问着为什么 一边下意识地扭头往河道看去 等他看完才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是犯了什么机会 也为那河道上远远地扶着两个人 而且还是逆着水流 往他们脚下的石桥飘了过来 老爷子顿时正住了 以为是自己听错 想让他再重处一遍 可现在小颠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 也为他看清楚了 那河里飘着的两个面光 正和他俩一模一样 老爷子顿时不淡定了 堂的一声站起身 大骂小颠再胡说八道 小颠慌不择已 结结巴巴地说 那俩人马上就要飘过脚下的桥洞 在听到小颠的确认后 老爷子面色大变 他一脸震惊之色 似乎是有些难以置信 可就在这时 那沿路的小孩忽然大笑起来 这一笑 差一点把小颠的魂都给吓了出来 爷孙俩夜半赶路 只是为了演戏骗鬼 可在半路上 却被一个小鬼娃娃给摆了一当 原来为了查清楚 村子里怪事频发的原因 颠三爷特地哑了一回盲人老汉 然后在小颠的带领下 刻意地去接近那座石桥 不出意料的是 他们在半路上 就遇到了个拦路的小娃娃 随后 那小孩便假接找不到回家的路为名 将爷孙俩骗到了这座石桥之上 殊不知 来到石桥这事 对爷俩来说 也算是正宗家外 正在此时 小颠发现了 从河面上逆流飘来的两艘纸船 于是 他故作震惊地大声说 那河里飘上来的是两个人 而且看那相貌 正好就和他们一模一样 果不其然 看到爷孙俩慌了神 那引路的小孩 忽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这一声怪笑 差点把小颠给吓得妙了出来 而那小孩更是离谱 他就那么怪笑着 没入了脚下的石桥 是一手绝活 看得小颠赞叹不已 随后更是装作一副被吓着的模样 连雕过罪 不过 老爷子却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模样 他问小颠 和尚的那两人飘到哪里了 小颠闻言 赶忙望了望桥下 说他们马上就会经过桥路 老爷子听了 心中顿时有了谱 他直接将竹竿和酒葫芦 往地上扔 然后猛地睁开了神光灿灿的双眼 他大喝一声 让小颠再仔细看看 那和尚飘着的 真的就和他们一模一样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出 直接把小颠看上来 这是干啥呀 难道这演出就到此为止了吗 颠三也没有理会 而是掏出了一张黄斧 他快步来到了 那小孩先前渗入桥面的地方 赶忙的一把拍了下去 刹那间金光大作 一道几丈高的金色光柱轰然出现 瞬间就把桥面直接动穿 瞧着赫赫声势 真是让人热血狂胆 小颠见状 赶忙询问老爷子是否得手 颠三也点了点头 然后便带着小颠来到了石桥下方 此时的桥洞里漆黑一片 哪怕是提着马灯 也几乎看不到东西 可老爷子却偏偏让小颠 把马灯举高了 让他好好看看 桥柏下的东西 这一招可不得了 随着烟雾散去 那桥柏下竟出现了 一个极其慎人的怪物 那怪物的样貌极其丑陋 俨然就像一个 畸形的八爪鱼一样 盘根错节 看着人忍不住脊背发凉 怪不得最近几天 村子里老有人莫名犯困 感情是这石桥上 来了个偷偷掐人魂间的怪物 而爷孙俩为了此事 也着实是大费了一番周章 他们先是在白天踩点 沿着小河寻找可遇之物 没想到 还真在下游好家庄的拱桥上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包子 于是 他们便在半夜提着马灯 演了一出好戏 老爷子将计就计 让小颠带着他 先从那个发现包子的拱桥上 走上一遭 然后再回自己村里的那座 藏有怪物本体的石桥 并且在路过下游的那座拱桥时 老爷子特地在河里放了两艘纸船 然后插上用来迷惑的眼魂箱 此举只是让那上游的母体 不以为自己已经掐到了爷俩的魂间 不仅如此 滇三爷还算好了距离 去刻意控制了一下 那纸船的逆行速度 这下 食物迟迟不到 自然是把那怪物给挤坏了 因此这后面 便有了那小孩拦路的事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那怪物幻化成一个小孩堵在路上 应该就是想确认一下 两人的真实身份 索性这怪物知道的事不多 也没认出爷俩 所以才放心大胆地 把他们往石桥上进 而老爷子虽然装下 但心里却是门尽 他一到桥头就直接不走了 还蹲下去倒酒 来故意拖延使劲 也为他知道 在那桥的中心 就是那怪物的本体所在 贸然靠近 必然会让他有所察觉 好在此时 那纸船终于慢悠悠地飘了上来 不过 虽然在爷俩的眼里 那只是两艘插着箱的纸船 但在怪物的视线中 却误以为那是两人被掐掉的魂间 自以为得逞的他肯定是急不可耐 故而他在一声怪笑之后 就从桥面上钻了下去准备开餐 可老爷子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也为这怪物开始吞噬之时 必然会露出自己的镇眼死穴 所以 当老爷子用自己的堵鞋目 扫射桥面时 瞬间就发现了那个奇怪的光点 他见步而出 直接将一张黄符给拍了上去 而那如闪电般迸发的金光 正是老爷子引以为傲的诸邪奇术 换文技 也正是这一招 直接就将那怪物的本体当场贯穿 经此一说 让稀里糊涂一路的小巅 终于明白了过来 更是忍不住打赞 厉害了 我的爷 只是现在 老爷子看着桥板下的怪物 却皱起了眉 因为他已经认了出来 这东西的名字应该叫做阴翻轨 他原本生长在阴丝界 是被用来净化恶魂的起物 如今这般模样 想来就是阳间实物短缺 导致他将主意打在了活人身上 只是老爷子没搞明白 这东西究竟是怎么来到这桥洞里 难道是附近的地脉出了变故 才让他从阴阳两界的空隙中钻了过来吗 看着老爷子默默出了神 小巅巧声询问 接下来该怎么办 老爷子一听 当场就给了小巅一个略显打去的眼神 那就是让他用自己的弹弓裹上次爆完 然后直接打爆了 说到打弹弓 我想在座的小伙伴们没有人不蠢蠢 但如果这弹弓打的是一只来自阴间的东西呢 注意看 桥洞里这个长得奇丑无比的东西 正是阴丝界才独有的阴翻轨 且因其特性原因 往往被那一界用来净化恶魂 可不知怎么的 他居然越了界献身阳间 并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 开始向路过的生者下手 所以现在 在滇三爷使用灌雷机将其声声打废之后 这阴翻轨就彻底支隆不起来了 不过为了永绝后患 就需要小巅去补个刀了 因此滇三爷特地嘱咐小巅 让他用紫爆丸去好好的招呼一下 说到紫爆丸 他其实只是小巅自己瞎起的一个名字而已 他的全称是鸡血子消逆爆击丸 单从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就能分析出来 这弹丸里面究竟是什么成分 所以接下来 就是咱们小巅表演的时候 直线的核子爆丸已经射出 便如一道血线直冲而去 在两者触碰的叉弹 一团赤红色的火焰轰然暴力 这正是生死相克的极致反应 一击过后 桥洞里顿时就弥漫起浓浓的碎物 而那碎物之中 还伴随着数十个飘飞的青色光点 想来 这些就是被那阴翻魁所居住的魂间了 看来这段时间 被他祸害的人还真的不少 老爷子健壮当即喊道 你们都听着 阴者黄泉饮梦汤 阳者灵台又圆主 阴归阴 阳归阳 你们都各回个家了 老爷子话音一落 那些魂光忽然间 如同找到方向一般飘散而去 在这数十个光点中 只有一个的方向有意 他是向着西边一路飘飞 看来那就是前几天定故的牢里头了 见到此幕 小滇忍不住嘟囔起来 不知道这些光点里面 哪一个才是小改那家伙的呢 奇料他话刚说完 正在飘走的一个魂光忽然就停了住 然后还扭过头去撞了一下他的鼻子 得 这小改还真让他给喊了回来 不过 小滇哪里是吃亏的主 他直接就拉起弹弓 准备和自己的小伙伴打个招呼 这个举动 当时就把老爷子吓了一大跳 要是小滇这一弹弓真的打出去 那小改这孩子 可就只能跟着牢里头 去殷司界喝汤了 所幸 这只是小滇开的一个小玩笑而已 随后 爷孙俩静静地目送着这些魂光飘向天际 不由地出了神 在回家的路上 小滇再也忍不住了 他又一次向老爷子问出了压在心底的那个问题 那就是 咱们爷俩 真的是一直这样没有魂吗 此言一出 老爷子当时就正出了 他塌了口气 不是早就给你说过了 有小姑瓜给你做镇灵 也是一样的吗 至于你说的魂 早晚都会有的 说完这句话后 爷孙俩就沉默了下去 不过 虽然老爷子看似不耐 但心中却以沉重之际 因为无论是山村这几天接二连三发生的怪事 还是说小滇刚刚提到的魂 对老爷子来说 就像眼前绵延无尽的山脉一样 压的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开玩笑 可别再说什么看到自己太难了之类 因为这事在今天还真就发生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叫小改的少年在骑车过桥时被脏东西掐走了魂间 直到昨天晚上在滇三爷和经哲二人将那作恶的阴翻魁铲除之后 那些被掐走的魂间才得以安然逃脱 而其中正好就有小改的魂光 虽说小滇在当时和他开了个玩笑说要拿弹弓整的 但小改心中其实还是很感激的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活蹦乱跳的拉着妈妈前来道歉 随后小改还说起了昨晚回家后发生的怪事 那就是自己刚到家门口就发现了早就去世多年的奶奶 可还不等他开口招呼 他的奶奶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直接给他踹进了院子里 一听竟然发生了这等稀奇事 滇三爷乐的哈哈大笑 他说老奶奶那一脚踹得好啊 那可是在帮你安魂呢 现在是不是感觉壮实多了 小改文言比划了下 感觉好像还真的和老爷子说的一样 浑身充满了一股牛腥 他顿时就喜上眉梢 小改的妈妈见状 赶忙就送上了一栏土鸡蛋疗表谢意 滇三爷虽有推辞 但也着实拗不过他们 索性也就听之认知了 不过在听到小改居然得先回家写作业 才能出来完后 小滇忍不住有些同情 他说这小改属实太惨 明明不是念书的料 还天天被逼着写完作业 真是可怜啊 其料 这话落在了老爷子的耳朵里 可就真的是大逆不到了 他直接抬脚就踹 你小学三年级没上完就开始撂挑子 还好意思说人家 顿时 这滇三爷的大门口 又响起了久违的求饶声 可就在这时 一个老奶奶忽然匆匆赶来 难道是救星要登场了吗 原来来人是小滇的吴奶 虽然他对眼前的情况已经见怪不怪 但也仍旧是少不了劳的两句 不过他可不是专程来串门的 而是附近的学校里出了怪事 一听是学校里的老师中了血 老爷子眉头一跳 咋的 这老师是有多大的谱 竟然能拆你来喊我 不去不去 吴奶奶赶忙解释 说那中邪的老师是从城里来支教的大学生 就凭这个理由都已经足够了吧 滇三爷一听 这才点了点头 虽然按以往惯例 他每次办事都会带上小滇的 可经历了刚刚的一番训斥 再加上那地方还是个学校 所以小滇就像是个拽不动的倔吕一样 死活都要赖在家里看门 无奈之下 老爷子也只得孤身前往了 不多时 两人便赶到了这所学校 吴奶奶充当了引路人 带着滇三爷直奔脚尸宿舍 而那位中了邪的小张老师 此刻正躲在自己的房间 窝在被子里 一步都不想出去 简单的寒暄后 滇三爷大眼一瞧 也没看出来有啥毛病 可小张老师天天就是说 自己头昏脑胀 还有点想吐 而吴奶奶呢 他把滇三爷应付了是不认真看 还详细的举了例子 给他讲小张老师有多好多好 滇三爷自然是明白人 当即开始询问老师的中邪之音 原来这事还得从前天补课说起 当天 他对吴奶奶的孙子补完课 就已是晚上 为了尽快赶回学校宿舍 他就抄了一条劲道 而那条劲道 就是当地人们谈之色变的郑嘉林 一听还有此事 老爷子顿时来了兴趣 他连连赞叹 你这小伙子的胆量当真可以 其实 从没见过脏东西的小张老师 自然认为那些都是无稽之谈 所以为了省下几分钟的时间 一个偏提小道能算什么 哪怕就是一道河沟 他都敢跳过去 不过说来也怪 现在正是部署剩下 可一路郑嘉林 他却感觉凉嗖嗖的 略感有趣的他 忍不住开始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可也就在这时 他发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东西 那就是在这遍地的坟头中 竟然有一个巨大手掌模样的家伙 好奇之下 他便走到了跟前仔细查看 这一瞎可不得了 这哪里是什么手掌 他根本就是一个光着钉的小娃娃 若这真是个小娃娃还好 可这娃娃偏偏偏是手腿急长 还以一个诡异的姿势 倒躺在坟包上 而且虽然他身子是倒躺着的 可那张脸却他妈是正着的 今天给大伙换个口味 来讲一个一夜秃头的事 先说好 这可是一件很邪门的故事 话说两天前 在小山村支教的小张老师 为了给村里无奶奶生病的小孙子补课 不小心耽误了回校的时辰 所以当他出了村 天就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为了尽快赶回宿舍 他便抄了个劲道 路过了郑嘉林的乱坟岗 并且也就在那里 他遇到了此生难忘的大恐怖 因为他看到一个坟头上 竟躺着一个半透明的娃娃 他不仅手臂齐长 而且那脑袋还是倒着长的 小张老师哪里见过这等阵仗 顿觉一股良意直窜几了 可就在此时 那怪娃娃突然睁开了眼睛 并且那身子也迅速凝食了起来 紧接着更是以手做脚 突然炸了起来 老家伙 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小张老师步步的其他 直接撒腿便逃 你不要过来啊 于是一个人在前面跑 一个娃在后面追 这场面不知怎的 竟让我忍不住想起了 费玉清老师的那句名言 不过说来也是可笑 一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 竟然跑过一个 用手撑地的小娃娃 眼看那个娃娃 已经快要追上自己 小张老师的心 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此时 那怪娃娃 忽然双手朝地上一拍 整个身子 直接就窜到了半空 小张老师顿时 救下的魂不覆地 原来是憋了个大招 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的 他当时就摔了个嘴狠 虽然脑瓜子有点嗡嗡的 但对他来说 这顶多就算是个皮外伤 所以 反应过来的小张赶忙爬起身来 准备抵御接下来的攻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的身后空三竹也 哪里还有那小孩的身影 如果不是那麻木的感觉 还清晰至极 他肯定会把刚刚的事情 当成幻觉 所以此刻 哪怕是眼前空无一物 他也不敢在这里多留了 听了小张老师的讲述 殿三爷他们不约而同地 想起了同一个东西 那就是坠儿 惊奇之余 老爷子赶忙问他 究竟是何时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的 可小张老师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们大师一惊 过去 这小伙子是真虎啊 那邪乎的地方 他竟然敢去第二次 不仅如此 他居然还想现场直播 原来 小张老师在第二天醒来后 发现自己屁事没有 顿时就觉得自己昨晚是眼花了 或许是遭人用恶作剧摆了一道 于是就在当晚 他带着手机 全程开着直播 准备将那坏蛋给揪出来 结果呢 当然是拍到了 不过不是他拍到了那个娃娃 而是他被那个娃娃又给拍了一巴掌 得 这下他可总算是老实了 一听此话 老爷子和五奶奶都惊得张大了嘴巴 天哪 你居然被拍了第二次 看着他们紧张的神色 小张有些不明所以 老爷子赶忙解释 说那坠儿可招惹不得 因为当地有个说法 叫做 你拍福 再拍货 三拍阎王躲不过 你小子 怎么还敢去惹他第二次呢 说到这 老爷子忍不住 讲起了一些传闻中的故事 例如 曾有一个老秀才被坠儿拍了一下后 腿肚子转筋疼了一个月 还有邻村的老在头 被那东西拍了一下 第二天就大病禁医 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所以说 这被坠儿一拍 俘获不可预料 还是尽量不要招惹的好 不过眼下老爷子倒是想听听 这小张老师被拍了之后 有没有觉得身体有痒 小张一听 顿时面露难色 思虑良久后 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将头上的帽子一把掀了开去 刹那间整个屋子似乎都晾烫了不少 两位老人家的面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难不成那东西 要给他拍成那牛魔王的儿子吗 吴奶奶听了摇了摇头 说这造型明明更像那年画上 抱着鲤鱼的胖娃娃 听着两位老人自古自的点评 小张简直郁闷到不行 他忍不住吐槽的 二位老人家 你们真的是来关心我的 对不对 老爷子听了哈哈大笑 说莫慌莫慌 就是因为关心你 所以才在看到这种结果后 松了口气 想想就挺突然的 这个小伙子只是走个夜路 竟连续两晚都碰到了同一个怪娃娃 他不仅结结实实挨了两巴掌 还被一夜之间拍成了兔子 不过说来也是他自己作死 因为这第二次的遭遇完全是他自找的 毕竟身为堂堂大学生的他怎会相信 有人会乘凉乘到半夜的坟头上 关键是那个人 看起来还像个一岁不到的小娃娃 当小张满脸委屈地讲出了自己的遭遇后 来帮他看病的颠三爷已经笑岔了几 老爷子不只是笑他胆肥 改叶闯乱坟岗 还在笑他挺突然的发型 要知道 小张遭遇的怪娃娃 正是传闻中的坠眼 话说被那东西拍一下 可是福货难料 更有一句传言 说这东西一拍福 二拍货 三拍阎王躲不过 如今他已经被拍到了两次 虽然说不上有啥福报 但所谓的祸其实也不算大 现在看来 顶多就当是剃个头罢了 这可就让小张郁闷坏了 二位是来帮我的对不对 有什么好笑的 头发怎么了 不重要吗 要是真能长出来还好 现在那种光秃秃的样子 让他忍不住怀疑 自己头皮上的毛囊是否还在了 这话一出 两位老人家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不过玩归玩 闹归闹 小张没事才是好 所以 与缺少的头发相比 如何避免被那坠儿拍第三下 才更加重要 毕竟 三拍阎王躲不过的说法 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听到这事竟能危及自己的小命 小张终于是慌张起来 他抱着头嚷嚷着 要请警察叔叔来主持公道 这让颠三爷听得是连连白手 瞎嚷嚷啥 你觉得官家的人会信这个吗 可没想到的是 老爷子的话音刚落 那小张的脸忽然就绿了 只见他一个翻身 就开始干呕起来 看来他被坠儿拍的这一项 还有一些不小的暗劲 看着小伙子 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老爷子也总算是慎重了起来 他询问老奶奶 是否还有在庙里求来的不佑 老奶奶一听连连点头 说自己前年去泰山庙里求的 红布足有一仗 到现在还没用完呢 经此一说 颠三爷这才放下心来 他让老奶奶将剩下的红布取来 准备在这小伙子的背上 缝个右肩 于是没过一会儿 老奶奶便从家里赶了回来 甚至连针线筐子 都给整个带了来 随后 他便在颠三爷的主妇下 开始准备缝一个 名为生艳的右肩 只见他剪下一块 两寸大小的红布 并递给了小张一根干草 说是此物需要含在嘴里 以免在穿着衣服时 撩针引线 戳到了魂 然后 老奶奶便掀起小张后背的衣服 准备将那右肩给缝上去 小张有些不解 难道说这东西一缝 他脑袋上的头发 就能重新长回来吗 一听小伙子竟然把右肩比做东西 老奶奶顿时就不乐意了 他心怀前静地说 这是从泰山奶奶庙里求来的护佑 可灵着呢 可也就是这一个分心 老奶奶不小心扎到了自己的手 这让一旁的颠三爷瞬间皱起了眉头 他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但最终却是一个字也没提 不多时 那个右肩便已缝好 老奶奶拍着小张的后背很是满意 说有了泰山奶奶的护佑 摆鞋都将不敢谨慎 离行前 老爷子特地嘱咐小张 让他晚上穿着这件衣服睡一觉 第二天就没事了 当然 保险期间 老爷子还递给了他一张 护身黄服叠成的蝎子 一座不时时序 虽不知这些是否有用 但小张老师还是真诚地 向两位老人鞠躬道歉 在回家的路上 老奶奶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那就是郑嘉林的那个坠儿 既然那么邪乎 你为啥不去拿了它 殿三爷笑着摇了摇头 说那东西可不能动 因为坠儿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阴公道 如果拿掉的 就必然会是阳间 少了一个两界制衡的称托 届时可能会捅出更大的篓子 所以那东西只能躲 而不能惹 说起影子 在一些地区的民俗文化中 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传说 例如人的身体为阳 影子为阴 且与魂有关 如果不小心被人踩了影子 那被踩的部位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反应 或许这些民俗传言 在当今来看 都是老一辈的一些迷信说法 但在这个平静的小山村里 却突然就发生了一件 和影子有关的怪事 这天 殿三爷正在家里 扎着指人听着戏 享受着久违的安逸午后 可就在这时 院门外却停下了一辆车 只见一个中年汉子敲了门 和殿三爷摇摇打了声招呼 一瞧来人有些面声 老爷子赶忙起身坐立 只见那汉子一脸焦急的说 他来自张家村 是家里的闺女出事了 他说那丫头暑假回来后 不知怎么的 连续两天晚上 都拿着柴刀砍墙 不知是犯了什么疑症 老爷子听了也是一愣 当即也没多说 直接让小巅带两个指人 准备干活 不多时 他们便以随车赶到了张家村 可刚跨进大门 老爷子就不走了 原来 为了不打草惊蛇 这两个指人可不能过早暴露 于是 他让小巅找来一个箩筐 将指人盖了起来 而后才随着汉子前往客厅 见到丁三爷到来 海他娘连忙起身迎接 老爷子一边应着 一边私下打量 一瞬间 他就发现了 正坐在客厅中间 看电视的小姑娘 当然了 吸引他的并不是姑娘本人 而是他博上的 那几条横纹 海他娘一瞧 脸色顿时就不对了 你这丫头咋回事 家里来了客人 也不说起来打个招呼 听到老妈的训斥 那丫头才不情不愿地扭过头 可这一扭头 两个小年轻 忽然就不约而同地愣住了 接着 屋子里的气氛 瞬间就造了起来 原来 这丫头是小店小学时期的同桌 名叫张美玲 他俩小时候 可没少闹过别扭 现在 一个说对方是个坏耸 一个说 对方越长越讨人险 两人就这么 叽叽喳喳地闹个没完 这一幕 直接就把老爷子 和夫妻俩看待了 一时间 竟然没人改上去插话 而这两个小年轻 之所以见面就吵 还要从小学三年级说起 当时 两人闹了矛盾 张美玲一气之下 竟将钢笔戳进了 小店的脑门上 于是 这小店一声鬼嚎 就窜出了学校 他一路上大呼小叫 说张美玲给他开了票 也就从那时起 小店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了 但后来 这事终究是闹大了 学校勒令张美玲 亲自赏文道歉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等他找到小店时 这小子正在河里摸鱼 还让他快滚 不然 就给他加个女流氓的罪名 得 这下他可算是明白了 这些子虚乌有的矛盾 分明就是小店不想上学的借口罢了 如今多年过去 张美玲已经上了高三 且成绩优异 考个好大学 已是指日可待 而小店呢 在他眼里 顶多就是个 只有小学三年级学历的半文盲 话一出 小店直接被对的哑口无言 当场熄了火 只得搭了着脑袋 钻到了颠三爷身旁 见小玲这丫头 还嘟闹个没完 他老爸也看不下去了 当场就开始数落他 没大没小 不懂礼貌 可一听到面前这些俩 竟然是老爸请来给他看一证的 小玲的语气 当时又高了三分 因为他才不会相信 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毕竟 自己在学校宿舍住了那么久 可没有人说过 他曾经梦游什么的 小玲越说越气 直接摔门而去 躲进了自己的屋子 看来这丫头 是完全不记得 自己梦游的事情 两口子没辙了 只得向颠三爷连连道歉 其实 老爷子也没放在心上 毕竟现在的年轻人 虽然喜欢听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可真正信的 却根本没有几个 老爷子看得开 也就没有计较 然后便开始打量起这座宅子来 只见屋子的房梁上 拴着一枚陈旧的掉梁钱 汉子说这是从老房子上拆下来的 盖了新房后就又绑了上去 估计也有不少年头了 老爷子文言点了点头 转而开始打听起 小玲博上的横文来 说到这个 小玲的妈妈算是最早发现的 当时她还问了丫头的 可小玲说那不疼不痒 便以为是枕头个的 也就不了了之了 老爷子一听 心中顿时就有了数 但眼下时间还早 一直待在这里也不是什么事 所以老爷子就先行告辞 说去找村里的王铁锤去续酒 如果晚上那丫头再次梦游 就去喊她 另外就是 那藏着的两个纸人 莫要让丫头发现 两口子连连应事 然后便送着爷俩出了门 不知不觉一到半夜 而那丫头果然又出事了 于是那汉子便不力匆匆地赶到了王铁锤家 一进门 他就发现里面的两个老头子正吵得不可开交 原来 丁三爷虽然捉鬼的本事大 但棋艺属实不咋地 光是一盘棋 愣是被他毁来毁去折腾了大白袖 所以现在 那王铁锤是死活不让他再毁一个字 可一听到张家丫头的事 两个老头子瞬间就安分了下来 纵然他们心有不甘 也只能约好 改日再站了 一回到张家院子 他们顿时就发现了那个动作诡异的小姑娘 只见美玲那丫头背对着他们 拎着个柴刀在柱子上很有规律地砍着 老爷子一看 巧声说了句果然如此 随后 丁三爷指着柱子让他们仔细砍 他说美玲那丫头实际砍的可不是柱子 而是她月光下的影子 而那个护卫正好就对应着她的脖子 一位妙龄少女竟在半夜提刀梦游 难道是想砍一下让她砍一刀的人吗 不不不 她其实是在砍自己的影子 确切来说 是在砍影子里的脖子不畏 一想到这丫头后颈上出现的横文 她的老妈直接就不淡定了 更是一脸焦急地向颠三爷求助 老爷子摇摇头 示意她轻点 免得惊醒了这梦游中的丫头 随后 她掏出一张镇鞋黄服 轻轻地贴在了美玲头顶 顿时一招奏效 只见美玲的身子忽然一颤 像是失去控制一样 瘫倒了下 好在她爸妈眼疾手快 赶忙上前一把扶住 将其抱进了堂屋 没过一会儿 这丫头就自己醒了 合一睁眼 她整个人都愣了 自己好好睡个觉 怎么就从卧室睡到了堂屋呢 还有 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啥都围着自己看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的老妈赶忙解释 说你这孩子刚刚又在发一证 要不是颠三爷出手 还不知道你要整出什么幺蛾子呢 一听竟有此事 张美玲刹那间就清醒了过来 她开始有些相信自己梦游的事情了 不然怎么可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连换了个屋子都不知道 看情况差不多了 老爷子准备给她耗个脉 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可这一查 老爷子当场就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 这丫头的情况 是她预料之中最不乐意看到的那一个 见到颠三爷面色不对 那两口子也跟着紧张起来 老爷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忍不住起身嘟囔一句 这事可有点难办呢 这话一出 那汉子登时就品出味来 他当即表示 酬劳啥的都不是问题 老爷子一听 直接尴尬了起来 没想到 自己刚刚想事情 竟然说了这么一句 容易招人误会的话 于是他赶忙解释 说自己说的难办 可不是酬劳的问题 而是想要治好丫头的病 得用点特殊的手段 眼下的情况是 美玲这丫头 已经被邪气侵蚀的太深 想要彻底驱除 还得指望一下金哲 具体来说 就是让金哲和这丫头 进行一灵 啥 这话一出 一屋子的人都愣住 一灵 岂不是代表着灵魂互换 或者说就是得交换身体 起料 还不等两口子发话 小滇就急得跳脚 他嚷嚷着说 那张美玲讨厌得很 鬼才和他一灵 话没说完 老爷子的一个大逼斗 就删了过来 救命要紧 哪里轮到你来挑挑拣拣 而这一巴掌 不仅把小滇的脑瓜子 呼得嗡嗡的 还把身后一家三口 都震得瞳孔一锁 于是 这事也就这么奇奇怪怪的敲顶 汉子从家里搬来了两个方桌 放在了堂屋正中 并在桌子之间架了一个堂瓷盆 随后 老爷子便让两个小年轻 按男左女右的方位 面对面坐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小滇虽然还是一脸的不乐意 但也指的老老实实的走了过去 可美玲这丫头不知怎的 梦游醒来后 竟然罕见得很少说话 小滇一副驾轻就熟的模样 将大脚鸭子直接往盆中一放 摆出了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 但美玲却有些迟疑 看起来竟是害羞了 自觉搬回一城的小滇当即不屑地说 我可没有娇气 健康得很 你爱放不放吧 虽然这家伙的嘴是瓢了点 但好在结果是好的 见两个孩子都已经准备妥当 老爷子当即让汉子 去将那两个指人给拿过来 并按照性别 摆在两个桌子的正下方 随后 老爷子亲自去衍上了门 保险起见 甚至还在门上用烟带过 画了一个张牙舞爪的符文 那么现在就到了关键时刻了 他让两个孩子 各自保持平躺姿势 准备一灵 至于这一灵的第一步 就是关闭电灯 只留烛光 妙龄少女夜半梦游 竟是遭到了邪碎入体 而且颠三爷给出的解决方案 居然是让这丫头和她的孙子灵魂互换 进行一灵 这岂不就是意味着 美灵的女儿身将要住进一个男孩子的魂 而自己的魂也要被换进那个坏耸的身上 但出人意料的是 或许是美灵这丫头被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有些魂不守舍 她竟罕见的没有闹脾气 甚至也一句话都没有说 此刻 她红着脸和惊折各自躺在方桌上 仅通过一盆水来作为中间的一灵媒介 见实际一道 老爷子二话没说就开始结印 并念起了晦瑟傲口的一灵诀 刹那间 那两个指人头顶的烛光便开始闪烁 接着便诡异的渐渐变小 直至熄灭 与此同时 那在方桌上平躺着的京折和美灵 也都仿佛睡着了一半 黑暗中 只能听见众人紧张的心跳声 可就在这时 离奇的一幕出现了 只在蜡烛熄灭的青烟上忽然一闪 就有一团火苗倒燃而下 重新将那蜡烛给点了起来 这离谱的一幕 直接就惊得两口子张大了嘴巴 丁三爷见状眉头一盏 也为他知道 两个孩子的一灵已经完成了 随后 老爷子轻声呼喊 让他们慢慢醒来 一语刚落 京折和美灵同时睁开了眼睛 还不约而同地坐了起来 如果所料没错 此刻控制美灵身体的 就是京折这小子了 其料 这家伙一起身 竟摆出一副欠打的小表情 哼了一声 似乎是有些得意 可这一幕却把美灵吓坏了 怎么眼前出现了一个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呢 这话一出 两口子也被吓了一跳 百闻不如一见 没想到 这是在传闻中的灵魂互换之术 还真给他们见到了 此刻 小巅很是不屑 说他们是大惊小怪 都说了是一灵了 肯定就是灵魂换了个身体呗 美灵一听 这才醒悟过来 他低头看着陌生的身体 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 见两个孩子一灵之后 并无异常反应 老爷子便让他们莫要乱动 免得不适应身体 摔下了镯子 他让美灵先操控晶哲的身体 把脚从盆里拿出来 然后便在里面丢了一粒雄黄 随后 他想确认一下 晶哲是否还记得 之前教过的驱邪口诀 小巅扬眉一笑 对老爷子说 放心吧 门清 保险起见 老爷子还是让他先在心里默念一遍 确认没问题后 再进行施展 小巅应了一声后 便按老爷子的说法 运行驱邪法诀 先将鞋碎收进了丹田之中 然后再将其逼到脚底的永泉学驱逐出来 刹那间 那清澈的水盆里忽然黑气弥漫 甚至还咕嘟咕嘟的像是沸腾了一般 而那些黑气再钻出来后 像是无头苍蝇一般四散而飞 飘得满屋子都是 老爷子健壮咧嘴一笑 如此甚好 他来着邪气已经被完全逼出来了 当然了 他并不担心这玩意儿能逃掉 毕竟 刚刚融在盆里的那里雄黄 可不是闹着玩的 只见颠三爷一把拽出降魔柱 对着半空喊道 如今家宅已被邪碎电燃 你既身为户宅之灵 此刻还不出手 更待何时 话音一落 就见那绑在房梁上的吊梁前 忽然无风自动 宛如陀螺一般转了起来 甚至还卷起了一股小小的旋风 而那些飘散的邪气 也纷纷被吸得聚成了一团 老爷子哈哈大笑 这才对吗 既然世世代代享受人间烟火 进任成灵 见家里人出了邪碎 自然就得管个用了 此刻屋子里的邪气 已经消失一空 而那吊梁前 也静静地垂了下来 老爷子见状 大叫一声号 然后直接就将 手中的降魔柱甩了上去 只听哼的一声 那降魔柱不偏不倚 正好就穿过铜钱方孔 钉在了房梁上 太好了 终于搞定了 听着爷俩的欢呼声 原本一直惊骇不倚的 一家三口 也总算是稍稍地安了心 说到异性之间的灵魂互换 一些小伙伴肯定会生出 很多大胆的想法 但今天这事 却发生得有些不情不愿 因为 这被换了魂魄的男女双方 可是互相看不惯 咋看咋讨厌 虽说灵魂互换的本身 是为了帮助美玲这丫头 驱除邪碎 可没想到 现在邪碎一除 小滇的肚子 反而不争气地闹腾起来 要知道 此刻小滇的身体里 可是住着美玲的魂魄 这事一出 小滇整个人都愣了 他想了半天 也没觉得自己 在这个时候闹肚子了 可时间不等人 美玲已经急得满头大汗 他猛地窜了起来 踩着小碎步就往外跑 小滇登时就吓坏了 要糟要糟 被他这样一整 岂不是啥都看到了 想到这儿 他忽然像是丢了青白一般 仰头大豪 听得老爷子他们 嘴角直抽出 于是 在一通稀里哗啦之后 美玲终于回来了 他们一个气得浑身发抖 一个红着脸低头不语 这情况 似乎已经坐实了 小滇的猜测 可没想到的是 美玲那丫头竟然先哭了起来 一时间 竟让人有些搞不清 究竟哪个才受了委屈 颠三爷看不下去了 只得赶紧督促他们 将魂给换回来 免得再生事断 好在回魂的事上没出岔子 也算是万事大吉了 小滇一醒 就着急忙慌地警告美玲 说今晚的事 打死都不能说出去 老爷子听了 吹胡子瞪眼的训斥 瞧您那小气的样 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这下 让吃了个大亏的小滇 彻底蹦不出来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颠三爷忽然怪好起来 瞧着他满头虚汗的样子 明显也是闹了肚子 这下 颠三爷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看来 是今天中午在王铁锤 那吃的虾酱炒鸡不对劲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王铁锤那老家伙 今晚也不会过得太安盛 好不容易熬到了日上三干 一行人便将昨晚 一零食用过的纸人 拿在太阳下烧掉了 如此一来 这丫头中邪的事 也算是彻底解决了 两口子见状 赶忙热情的 向颠三爷发出邀请 说什么 也要让他留下来吃一顿酒 至于小颠和美龄二人 直接就被强行赶出家门 让他们去外面溜达去了 而后 两口子才将颠三爷 请进了堂屋 开始打听起邪岁一事来 见没有外人 老爷子也不再隐瞒 他说美龄丫头 是招惹到了无头念 一听这个名字 两口子顿时就吓了一跳 虽然他们不知道 这无头念究竟是何物 但仅仅是无头两字 就听着玄乎 至于这无头念嘛 说白了 就是世人怨念宁极而成 但由于生不出一个准确的脸来 故而把目光盯上了活人 而被这些怨念盯上的人 多半是上兴学俗鬼堂之人 所以 这丫头如今才会被这邪碎缠上 也正如他们所见 这丫头半夜起来看自己的影子 实际上就是无头念在取人魂手 好在发现得早 那丫头脖子上的横纹不多 如果等着横纹绕井一周 那一切就都完了 看着两口子惊骇不已的表情 老爷子笑着安慰 说这无头念终究是无根之物 如今已被灭杀 自然再无复生可能 尽可放心 不过说来也是幸运 美玲这丫头经过一灵后 也被荆泽给压食了魂 以后就更加不会被邪碎谨慎了 听到这里 两口子终于是喜笑扬开 不知是有意无意 聊着聊着 美玲妈妈居然将话题扯到了 荆泽和庞村一个姑娘订婚的事情上来 这事其实并不算是秘密 老爷子没有顾虑太多 便讲出了缘由 他说 荆泽和那姑娘订的婚 可不是寻常意义的婚姻 而是一桩影婚 原因就是 那姑娘到了七八岁了 还不能说话 所以为了帮忙 老爷子就带着刚满月的荆泽 去订了这桩影婚之事 美玲妈妈眼睛一亮 当即说出了她打听到的消息 她听说那丫头在和荆泽定亲后 不出三天就能开口叫娘 如今甚至成了县里的高考状元 俨然一种家雀变成金凤凰的架势 这样一看 这影婚果真是神奇的很 老爷子笑了笑 说这都是无奈之举 那丫头生来就带着尖口缸 不仅封着口舌 也封了心智 而荆泽这孩子 也有着先天不足 那就是命里放个损子 不是长久的命相 所以这桩影婚 也算是逆天改命 不有注意了 美玲妈妈听得乐呵呵的 竟不知怎的 忽然提了一个 令人吃惊的想法 那就是 她想让美玲和荆泽 也订个影婚 这话一出 老爷子当时就愣了 就连美玲她爸 也猝不及防的 被吓了一跳 好家伙 这剧情差点把我整觉了 这位妈妈不知怎么想的 居然想让自己 十七岁的女儿美玲 和一个已经订了 好几桩婚事的经哲 再结上一门亲事 这年间言论一出 当场就把美玲她爸 给惊呆了 啥情况 这种大事 都不和我商量的吗 同样震惊的 自然还有一旁 坐着的颠三爷 他此刻一脸严肃的 蜿蜒相劝 说这种事情 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然经哲这孩子 和人家订的只是隐婚 本意也只是辟邪改命 并不一定要在成年后结婚 但里面还有一条规矩 那就是隐婚双方十八岁后 如果八字相合 就必须真真切切的完婚 所以 此等大事不可而系 起料 美玲妈妈一脸的不在乎 说天下哪有这样巧合的事情 万一到时候 两人的八字真的对上了 那经哲这孩子 给他做女婿 也不是不行 看着美玲妈妈 自顾自的眉飞色骨 老爷子头都大了 思虑良久 颠三爷沉声说道 之所以给娃娃们定下隐婚 就是因为他们命里有缺子 以此来图个相互服饰 而美玲这孩子 现在不仅声的亭亭玉力 还聪明伶俐 前途无量 根本用不着走这一步 可一听这话 美玲妈妈赶忙摇摇头 她说 美玲这丫头并非如此 实际上这孩子 从小脾气就倔 到现在了 还不怎么服管 还有就是 这丫头曾在三岁时也为耍性子 竟然生生咬下了奶奶手腕上的一块肉 如今 再加上这几天的邪乎事 还能说这丫头没有问题呢 听到这些 颠三爷沉默了下去 他塌了口气 也为美玲妈妈说的没错 哪怕是刨开刚才说的邪乎事不说 单单这孩子的上兴学属于鬼堂一事 就代表着他命里有损 考虑到这些 老爷子也就不再推辞 他让两口子再斟酌酌酌 可现在 美玲他爸一脸的朴色 虽然他有些不太情愿 但碍于老婆的眼神 便只能无奈地答应 于是 一纸颖婚之约 便在双方的见证下 拟定了下来 老爷子要来了美玲用过的红绳 然后将婚约折成童心模样 便算作礼成了 如今 颖婚一定 两家人自然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亲戚 所以 这不好好的摆上一桌 就更加说不过去了 而此时 对这桩婚事毫不知情的两个小年轻 还真的是听了妈妈的话 跑来水步看大巴来了 美玲一脸的不情愿 说你要看快看吧 可对此 本就毫无兴致的小巅 哪里在乎 再加上两人之间 本就有些小矛盾 他直接吐槽道 有啥好看的 周遭就你们村最穷 心里没数 果然 这话一出 原本沉闷的气氛 当时就被点燃了 美玲都快气疯了 他骂陈经哲不是好歹 不爱看就赶紧过 小巅也不写反向 说要不是被你爸妈面子 就是八台大叫去请 他都不会过来 既然如此 那还看个屁啊 美玲直接就气哼哼的 准备回家 可没想到 小巅突然叫住了 原来 他还是对昨晚的事情 耿耿于怀 所以此时还是在警告 美玲不要多嘴 可这事儿不提还好 一提反倒是被美玲 抓住了把柄 他让经哲以后 见到他要客气点 不然就把他 没有心跳的事情 抖出去 原来 在昨晚经哲闹肚子时 美玲竟然偷偷的 感受了一下他的心跳 当然 这一举动 也算是鬼使神差了 因为美玲清晰记得 这家伙小时候体检时 连医生都摸不着他的心跳 好家伙 这事一出 美玲在经哲口中 就又多了一个心肌狗的外号 不知道是狡辩还是怎么的 小巅说自己的心脏长在右边 所以你肯定是摸错了地方 不会吧 竟有此事 美玲一纳闷 就准备伸手再来确认一下 这岂能让他得逞 小巅一巴掌 就拍开了美玲的手 开始反问他 昨晚拉肚子的事情 是不是故意装的 实际是在借机研究他的身体 美玲一听 顿时就慌了 他才不会有那种龌龊的想法 而是真的只是顺手摸 何小巅又怎会相信这个 况且他也根本不是个 爱吃亏的主 他直接当面一个摔跤式 将美玲半倒在地 而他现在要做的 自然就是要摸回来 说着 他大手一张 做出了一个经典手势 于是 这河岸边便响起了一个 女孩羞愤的尖叫声 当然了 里面还掺杂着一声怪物 原来虽然小巅确实是摸了婚 可手上却是带了财 他也没想到 这美玲的牙口居然这么好 但就在这时 美玲妈妈正巧赶了过来 准备喊他们回家吃饭 可一看到两人的脸都是红乎乎的 心中顿时有些纳闷 可两个孩子谁都不愿意说 都是一副气呼呼的模样 扭头便走 不过 美玲妈妈也只当是两孩子闹了别扭 就没再追问 路上 她跟两个孩子说 等一会儿到家后 就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喜事 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叫做 前不摘桑 后不摘柳 院中不摘鬼拍手 说的就是这房前屋后的众树机会 之所以房前不能摘桑 就是因为桑桑谐音 少不了出门见桑的机会 而房后不能摘柳 就是因为柳树不接子 亦产生身后五子的外界 至于这鬼拍手 自然指的杨树 杨树知凡夜茂 风一吹就哗啦直响 因此 就被人讹传为是鬼在向人拍手 当然了 这个禁忌也就只有这一段被人们广为熟知 但天天就在这个小山村的民俗文化中 却有着令人眉头一皱的后半句 那就是若见坟头长桑树 神仙也绕半里路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人们对坟上之桑有着如此的忌惮呢 那不妨就从这个例子讲起 这天 在村子后面的小山坡上 一片野草莓陆陆续续成熟了 村里的几个孩子便约好了 每隔几天就来这里吃一尝 可不巧的是 今天这个外号四眼的男孩 因为午休 错过了结伴行的机会 当他匆匆赶到时 这片野草莓中 也就只剩下一些生莓担子了 于是 他们就开始嘻嘻哈哈的闹腾了起来 但没人注意到 四眼在匆忙赶来的时候 不小心踩折了坟头的一颗桑苗 没过一会儿 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飘来大片乌云 看起来普败得很 看来 要想不淋雨的话 得尽快找个地儿躲一躲了 可看着仍在闷头巴了的四眼 小伙伴们终究是有些不忍 他们准备将手里的草莓分一些出去 只是名头不太好听罢了 叫做接来之事 可没想到的是 那四眼忽然腾得一下站起身来 还死死地掐着自己的脖子 这一会儿可把几个小伙伴吓坏了 小巅赶忙吩咐大家 将这家伙的胳膊拉开 可奇怪的是 拉开倒是拉开了 那四眼的手却是不听使唤 竟然又狠狠地挠向了自己的脸皮 怕那间 那脸上就出现了六道腥红血痕 没办法 小巅他们只得死死按住四眼 然后冒雨将他抬到了附近的茅草亭 此刻 四眼宛如湿的神志一般 低吼着连抓带凳 那力道竟让三个小伙子都有些按不住 再一看这家伙青黑的印堂 小巅顿时就明白过来 四眼这情况 恐怕是招惹到什么脏东西了 一听竟有此事 两个男孩都是一惊 就连四眼也忽然抬起头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奇怪的是 他嘴巴张得老大 却偏偏说不出一个胡伦的字来 这样下去可不行了 小巅当即抄起一根树枝 绕着他们画了一个圈 然后再在另一边 也画出同样的一个圈 并远了下 随后 小巅直接坐在其中脱下了鞋子 然后高举树枝开始抽打 他朝着四眼大喝 你不要再折腾四眼了 有什么事都可以冲我来 赵年只是不小心踩折了坟头的一颗小脏鸟 却转头就被脏东西上了身 若不是同情的几个小伙伴及时出手 恐怕这家伙要被自己折腾死 而现在为了解决眼前的麻烦 跟爷爷学过一些处法的小巅 便一不容辞地出手了 他在地上画了两个圈 随后便一边敲打着鞋子一边大喊 他让那脏东西有什么事都冲自己 莫要伤害死 果然 这话一出 原本还在胡乱挣扎的四眼 忽然冷静了下来 可是 这变化也仅止于此 因为四眼看似不再挣扎 但身体却抖得厉害 看样子好像是极为愤怒 小巅见状 只得将其中一只鞋子翻了门 开始念起道理眼魂咒 咒声一落 就决一股无形波动一窜而出 直奔小巅而去 与此同时 被上身的四眼忽然身体一软 往后瘫倒下去 这一电故 让没处理过这种情况的两个小伙伴 免先促手助劲 可偏偏此刻 小巅反而低着头一眼不发 这刻就把小改他们挤坏了 但就在这时 小巅忽然一抬头 露出了一睁一地的双眼 他咬着牙 让小改他们不要慌乱 只需将四眼抬出圈外 小改一听赶忙动手 将四眼抬到了拐角树 随后 小巅让他们莫要再折腾四眼 就让他好好躺会 剩下的就交给自己了 说完 他就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他跟那个脏东西说 自己的身体不像四眼那样 有千斤之重 而且 你还可以用我的嘴说话 所以有什么话一会赶紧说 讲完这些后 小巅当即念出了八字口诀 阴阳和气 许你上身 刹那间 小巅忽然就垂下了头 可就在下一个 他忽然仰头悲毫 传出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他说自己好恨 他苦等了九十年的东西 居然被这个戴眼镜的 小王八糕子 被一脚踩断了 这一顿哭嚎下来 可怕小巅折腾坏了 他强忍疼痛告诉那女子 说你要冷静一点 不要太过激动 自己的爷爷 能截两头之时 只要你能说出原委 我们能帮就帮 但如果你一直这样耍性子 那可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 听到这话 那女子果然冷静了下来 他讲出了一个害人听闻的故事 他说自己本是此地的一名女子 在九十多年前遭歹人所害 还被一些手段镇住了魂 断绝轮回 所以他就只能盼着 自己的坟边能长一棵桑树 只要这棵桑树 能长出第七片叶子 那么自己就能以此生魂 进入轮回 可千不盖万不盖 自己不等九十年的机会 却葬送在了这个小东西手里 这话一出 也着实挺让人震惊 小巅皱着眉头 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 原来残害这名女子的 正是当地的土匪 刘黑七 让这个名字出来 小改他们无不害然 因为刘黑七的大名 可谓是家喻户晓 奶奶辈的人更是经常说 这刘黑七是个十足的大坏种 当年刘黑七横行山东 无恶不作 而这偏僻的老掌沟 也未逃过死劫 更是被连着糟蹋了三字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被手下的 一位名叫贾诺的军师告知 此地藏有容脉 于是 他们便用抢来的金子 铸成一颗六斤重的硬龙珠 想以此来吸纳此地的王气 而这名女子 便被刘黑七他们掳走 用来堵住镇眼 在女子殒命之后 他们在其身上 打架了一根铜钉 以此来困住元魂 阻止轮回 自此 她的灵魂 便在这黑暗的地下饱受煎熬 好在当地百姓 品性纯粮 这些年来 每逢清明 就有好心人 顺道给这座无名乌坟 填上起仙图 她也因此时刻克制 让自己没有化为害人的立位 于是 在等了九十多年后 女子的坟头终于迎来生机 一棵小桑树 再次生根发芽 眼见就要长足 离其片叶子 这突然到来的小皮孩 居然将其一脚踩断 所以 这能让人不恨吗 听到这里 两名小伙伴眼神都变了 小改甚至还生气地 捶了四眼一下 可凑巧的是 这一锤竟然把四眼给锤醒了过来 她一睁眼就蒙了 因为她发现自己 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还被小伙伴们给捆住了 更离谱的是 自己的全身乃至喉咙都痛得厉害 难道是这些家伙 做了什么坏事吗 说到刘飞期 我想各位山东的小伙伴们 定然不会陌生 据传这次打架结舍 无恶不作 更是听信军师谗言 铸造金珠 埋于龙穴之中 企图以此汲取王际 在其中 她残害了一个名为春桃的姑娘 竟以铜丁镇魂 使其化为真眼 如今九十多年过去 可怜的春桃姑娘饱受煎熬 终于等来了坟头的一棵小桑树 在她看来 只要等到这棵桑树生出第七片叶子 自己就能挣脱枷锁 得以生魂轮回 可她没想到的是 这埋藏了几乎一个世纪的希望 被一个戴眼镜的孩子一脚踩断 难道是自己的命令终有此结吗 听闻此事后 小丁他们辜负一份填应 痛骂刘黑妻不是东西 当然了 对于葬送了别人轮回希望的四眼 他们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只是如今 这无心之过已成事实 春桃生活的希望也就更加渺茫了 但小丁却信誓旦旦地告诉她 还有办法 她说 只要春桃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和生辰八字 那么她就可以让爷爷扎一个纸糊图 以另一种方式将其送往轮回 这话一出 春桃虽然对颠三爷的本事赞叹为 但却仍然是惆怅地叹了口气 因为她早就孤注一掷 将自己的欺魄化为了魂界 换句话说 就是除了那棵桑树外 她已经没有其他的生魂之选了 不过 或许是刚刚这段经历 让她看到了几个孩子的真性情 春桃忽然释怀了 她只当自己该有一番无可逃避的孩儿结 也为自己先前的鲁莽行为 向四眼道歉 虽然她看似乐观 但这番话却让几个孩子的心灵沉重无名 忽然 小改像是想到了什么 只见她一边念叨着桑树 一边跑了出去 看来 小改是准备看一下 那棵小桑树是否还有拯救之机了吧 小改冒着大雨 赶到了那座孤零零的坟头 一眼就看到了那棵折断倒地的小桑树 当她看到那棵小桑树 并未彻底断开时 心中不由一息 她想都没想 直接掏出一个塑料袋 撕成小片 然后将其包扎了起来 您还别说 当包扎完毕大眼一看 还真是相不相应 随后 她匆忙赶回了茅草亭 并将这一喜讯告知了大家 原来 小改这孩子从小 就在自家果园里 跟着爸妈学嫁接 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棵小桑树 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附身在小巅身上的春桃 温言一愣 当即闭目仔细地改应了一份 果然 她已经感觉到 那寄托在桑树上的破 已经在缓慢恢复了 春桃喜惊而尽 对着小改连连道谢 这样一来 原本笼罩在大家心头的 愧疚与不安 也渐渐烟消云散了 随后 小巅他们商量好 准备在春桃生魂的当天 前来送行 对此 春桃感激不已 不过他却说 要等到长出 第八片叶子的晚上 并且 他还嘱咐几人 要在亥市赶来 顺便再带把铁签 说完 他便准备离开小巅的身体 毕竟 他也不期望 小巅因此死套 过多的氧气 来了一命 那春桃的魂 便顺利离开了 此刻 他虽然欣喜 但却浑身乏力 就连骨头缝里 都充斥着一股寒意 当然了 先前被折腾了一顿的四眼 更是深有同感 随后的几天里 在小改的精心照料下 那棵小桑树 终于是活了下来 而且也不负重望 长出了第八片叶子 那么今晚 就是送春桃生魂的时间了 于是 几个小伙伴当即约好 他们准备在晚上十点的时候 相聚与此 来送春桃最后一程